第1370章 进化 在山脚下收集了不少灵竹之后 两人又一次望向了金色小山的山巅 宁晨露出了一抹期待之色 连声地说道 这山脚下只是流传出一丝的范音就这般强大 要是真能踏入山中 一定会有更多的非凡之物 文言 洛洛也是重重地点头 师父 我们要再试试吗 这地方太神奇了 要是真能进入 就算上不了山巅 说不定也能找到不少宝物 宁晨点了点头 眸光闪动 不过这一次 他并未着急继续凌空飞渡而行 却是神石散发而出 查探起附近的一切 片刻之后 宁晨却是皱了皱眉头 感到棘手的无奈出声 这地方 我没有感应到任何的阵法痕跡 但是太过玄妙 根本不是我们目前可以了解参悟的 等一下我们再试试 若是无法上山 那就是现在的机缘未到 以后再来 在这地方 只要凝望金色小山 便能听闻神秘的范音 要是能在这里修行一段时日 其实对他们来说 也会有极大的好处 不过这里的一切 现如今还没有探索明白 宁晨暂时还不想在此枯作修行 当即祭出了轩辕神剑 欲剑而立 破空而行 再试试 看看能不能强行进入 站立在轩辕神剑上 宁晨选择了欲剑飞行 此时他催动全身法力 朝着金色小山飞去 可结果还是一样 在感觉越来越靠近金色小山之时 眼前的景象 便瞬间发生了变化 他还是出现在了山脚原地 这是宁晨目前最强的手段 轩辕神剑拥有灵力见光 配合上剑到本源之力 全力催动之下 可破碎一方虚空 可在这神秘的山脚 他连周围的空间都无法振动 纵使是全力飞行 也依旧被一种无形的伪力所阻拦 不过在此时 宁晨也算是彻底放弃了 不再想着上山寻宝了 反而是将黑气缭绕的玄宁盾 直接寄了出来 这玄宁盾 之前被天魔族的人用魔器所污染 他一时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办法 可现如今在这个地方 宁晨想试试 能否借助这里的一切 试着消除魔器的侵扰 洛洛 你拿一根灵烛 试试威力 直接打在玄宁盾上 宁晨低声地说道 在听见这话之后 洛洛当即拿出来一根灵烛 然后直接打了上去 这一下子 原本还沾染在玄宁盾上面的魔器 突然剧烈涌动了起来 随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消失 特别是洛洛刚才挥动灵烛之时 他听见了一道空鸣之音 在这一瞬间 玄宁盾上面的魔器 便荡然无存了 看见这一幕 宁晨嘴角都抽出了几下 这魔器 就这么简单地消除了 沉默了一阵子 随后宁晨也是反应了过来 随后他手上灵光一闪 五行玄灵印也现身而出 此时的五行玄灵印 尽管已经被魔器轻染 可还有一半并未被轻染 宁晨依然可以操控 只不过会晦涩一些 他向着五行玄灵印猛地一指 轰然间 五行玄灵印顿时大涨 上面的魔器 也是不断地篡动 洛洛 继续 多拿几根灵烛 破开上面的魔器 在洛洛正准备动手之时 他们两人隐约听到了 阵阵惊人的音浪之声 因为这五行玄灵印上面 沾染的魔器更多 像似惊动了这一方天地 一道道范音响起 天地间竟然还隐隐约约地 浮现出了一个个金色的佛纹 灵光一闪 五行玄灵印上面的魔器 顿时便如同遭受了重击一般 就好像寒雪遇到了热水 飞速地消融起来 随后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便彻底消失无影 五行玄灵印则是直接化成了巴掌大小 重新回到了宁臣的手中 这五行玄灵印上面所浸染的魔器 在这泛音之下 被彻底地净化了 洛洛 这里的一切 你都要藏在心里 不可以和任何人去说 宁臣此时 虽然内心还是无比震惊 可还是意识到了这里的不凡 当即对洛洛进行了道歉 这种地方 未来不仅仅是在灵界 纵使进入仙界 也会成为它的最强底牌 所以一定要隐藏起来 这里曾经先佛遍地 还有无数的传承 虽然宁臣还不知道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他知道 只要守住这里 在这里不断探索出各种宝物 将来他肯定能一飞冲天 之前在灵界 他虽然将纯阳城发展了起来 不少人也突破到了合体期 可将来是否突破大城期 或者说飞升成仙 那都是未知数 因为他们在灵界的底蕴 其实真的不够强 随便出现一个大的种族 又或者是大的势力 都能让他们有覆灭的可能 可现在发现了这里 知道地球的不凡之处 那他便有了足够的底气 特别是这一次 发现了消除魔器的手段 那就代表 以后天魔族 不会再对他有所威胁了 甚至他有了反攻 震杀他们的机会 在灵界 那是没有仙人存在的 可宁臣能拿出的宝物 应该足以镇压他们了 这让宁臣有了一种 立马离开这里 返回灵界 去找一两位天魔族 修饰弑手的想法了 洛洛 继续收集这里的灵竹 有多少收多少 这些灵竹已经证实了 可以克制魔器 将来要是再遇见天魔族的人 那就不是我们忌惮对方了 估计要不了多久 他们这一族的人 以后见了我们都要发颤了 第1371章 龙族精血 踩在枯枝上面 发出了清脆的爆裂声 落落在地上枯枝之中 寻找起了完整的竹子 前前后后 找到了一百多根完整的竹子 其中一根有碗口粗细 虽然已经完全枯死 可却呈现出了一种不凡的气象 通体金色 上面竟然还天然地 生出了一些佛纹 敲击之下 也发出了金铁之声 随后给洛洛留下了三根 剩下的宁臣都收了起来 走吧 既然此地无法进入 我们再向前探索一番吧 宁臣看向了 金色小山之外的世界 风沙滚滚间 依稀有着一道道漆黑的 空间裂缝出现 这个世界之中的空间裂缝 让宁臣生出危险之极的感觉 有一次 他神识探查之下 并未发现 靠近他身旁的 一道巴掌长短的裂缝 当靠近的那一刹那间 几倍之处冷汗流的一下冒了出来 有一种恐惧之极的感觉 一刹那在心头浮现 电光石火之间 靠着那一种 对危险敏锐的直觉显知又显地避开 可他却清楚地知道 当时一旦闪避的晚一刹那 一定非死极惨 本来 以他如今的修为 就算是在灵界 也很难遇见这种危险的情况 可在此地 那一道小小的空间裂缝 却真实地带给了他死亡的感觉 越是向着这个世界深入 空间裂缝出现的频率越大 每一道漆黑的空间裂缝 也看上去更加的宽大 听了宁臣的话 洛洛乖巧地点了点头 轻吨了一声 宁臣将洛洛牢牢地保护在自己的身后 神识完全散发而出 警惕地看着四周的一切 谨慎前行 这一次 他并未完全展开顿速 而是行进的慢了很多 生怕一不小心 撞到那空间裂缝上面 师徒两人就这样走走停停 大约过了数月的时间 又来到了一处遗迹跟前 这遗迹是一片方圆 数十万里的巨大凹陷下去的盆地 盆地之中 有各种奇形怪状的礁石 还有一些残存下来的贝壳 枯萎的水草 灵山之类的痕迹 看上去 这一巨大的盆地 在不知多少万年前 是一处海域 在这盆地之中不断前行 又碰到了各种各样的水族生物的骨架 巨大到宛若一座大山的 渺小到只有拇指大小的 不过却都已经在岁月的轻石下 腐朽成空了 前行了约数千里的距离之后 宁城和洛洛同时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一座巨大的龙形骨架浮现在了眼前 宛若一座绵延的山脉 向着远方不断延伸而出 在骨架的头顶的部位 有一种淡淡的金色散发而出 这骨架的其他部位 都被风沙虚空裂缝侵蚀 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划痕 可这淡淡的金色之处 却光滑如镜 映照着金色的华彩 在这个枯寂的世界中 释放出了一丝难得的光明 这是一位久远的龙族之人 看来这处遗迹是水族的领地 许久之后 师徒两人才从震惊的情绪之中缓解过来 宁城感受着骨架之上散发而出的 那一丝若有若无的龙威 出声感叹说道 洛洛点点头 说道 这龙族所散发而出的气息 和小白龙身上的气息同出一辙 一定是龙族 突然一点红意引起了宁城的注意 他轻移了一声 刚刚 被龙行骨架上面的那一点精益吸引 没有注意到地面 此时视线余光一扫 却瞬间被这一抹鲜艳的色彩 吸引了注意力 在这个荒芜冷寂的世界之中 灰色 黑色 好像是一切的主调 没想到 在这灰色和黑色的世界之中 竟然出现了一抹鲜艳的红 这是一滴落在一块石头上的鲜血 经过这么多年岁月的侵蚀 竟然还鲜红如初 散发出意义非凡的红光 这一定是龙血 洛洛也顺着宁城的目光 注意到了这一抹鲜艳的红色 惊呼了一声 美眸中露出了惊喜之极的神色 宁城伸手一招 那块红色的石头 便落在了他的手中 这么多年过去 这块石头 早已经和这一滴龙血相互依存 生长在了一起 同时 一股淡淡的清香之味散发而出 虽然是一块八掌大小的石头 却足有万斤的重量 倒是也不需此行 宁城查探着石头之中的非凡气息 点了点头 露出了一丝赞叹之色 这块石头 所蕴含的龙血 倒是适合给小白龙 在他的一众下属之中 小白龙在很久之前 得到过祖龙之血 得意进化出更加非凡的龙族血脉 可地球真实世界之中的这些龙族 比起当初小南天界的祖龙 那根脚上面 也一定更加非凡了 而且这龙族身前 很可能是仙人之姿 这可是一份极大的机缘 这一次 小白龙要崛起了 听了宁城此话 洛洛玩耳一笑 柔生说道 倒是也颇为有趣 宁城手一翻 将那一枚石头 收入了那须戒指之中 看向了那龙骨的头顶之处 眸中金光一闪 自语一声 看能否将这金色头骨 给打落下来 话音未落 凌空而起 狠狠一拳 向着那金色之处轰击而去 砰的一声闷响之声传出 金色头骨丝毫未动 周围的虚空波动 却是骤然一乱 不好 神石刚感应到这一幕 宁城面色一变 惊呼了一声 随着他的惊呼之声落下 方圆百里之内 本来就密集的虚空裂缝 竟然瞬间成为风暴 同时向着宁城和洛洛浮动而来 竟然是以师徒两人为中心 虚空竟然爆发了起来 惊呼声下 宁城向着洛洛一招手 师徒两人毫不停留 便越过那些虚空裂缝之间的空隙 向后退去 足足退了几百里地之后 宁城和洛洛 才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 从风暴之中逃了出来 宁城悄然松了一口气 盯着深处波动剧烈的虚空 说道 看来无法再探查下去了 我们还是离开吧 话音落下 和洛洛二话不说 头也不回地 便从真实的地球世界退离 这片世界再一次陷入 宛若永久的枯寂之中 第1372章 回程 如今 宁城和洛洛两人 已经离开了这片遗落的世界 随后 他们便来到了地球 这么长时间没有回来 宁城和洛洛分别 两人同时回家看望了父母 两人修行时间 看似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可实际上 地球的时间却还不到一个月而已 当年洛洛离家的时候 还只不过是一个小女孩 此时 她停停玉立 早已经不是当初 那个小女孩了 就算出现在她父母的面前 他们也无法认识她 洛洛并没有现身而出 只是暗中来到了家的附近 默默看着她的父母 虽然无法见面 父母对话间的一些温情的话语 也让她心中无比温暖 洛洛这孩子 有时间也不知道回来看一看 她是一个乖孩子 想必发展也一定错不了 洛洛母亲叙叙叨叨地说着 洛洛父亲重重点头 露出了自豪之色 听到 这孩子 这三个字 好像久远无比了 修到千年 她如今已经是大人了 但是听着父母的话 那种身为孩童的感觉 还是不由得在心头浮现出来 很是幸福 现如今 她是一方合体大佬 纵使在灵界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悄然间 洛洛为她的父母 在饮用水中 融入了能够延年益寿的灵药 两位老人得到这般珍贵无比的丹药 当然是身体越发的强壮了 洛洛的家中 洛洛父母服用了灵药之水后 明显身体好了很多 洛洛母亲露出思念之色 叹息了一声 说道 也不知道多久会回来 下一次回来 这个小妮子 恐怕就了不得了 她那位师父 一看就是不得了的人物 孩子厉害了 我们做父母的 当然开心了 希望如此吧 洛洛父亲笑了 声音温和地出声 修到无情 先反有别 在洛洛和宁晨 各自探望了家人之后 便会合在了一起 通过神农家内部的阵法 离开了地球 宁晨早已经将父母 安排得妥妥当当 当她回去的时候 老两口正开心的 全国各地旅游 根本顾不上搭理她 宁晨摇头苦笑离开 内心却很满足 毕竟是女孩子家的 洛洛情绪前一秒 还有些低沉 不过见到宁晨的瞬间 马上开心了起来 温柔地笑着 隐隐走来 挽住了宁晨的胳膊 师父 我也能走了 宁晨点了点头 发动了神农家的阵法 一阵非凡的波动之后 两人的身影 就消失在了地球之上 下一刻 小南天界的地底空间之中 宁晨带着洛洛现身而出 我们去纯阳无极宫 那里安排了人 看交代她的事情如何了 宁晨转头和洛洛说了一声 身形一动 带着洛洛融入虚空 直接消失不见 一瞬间 小南天界第一宗门 纯阳无极宫的大殿之中 虚空波动一闪而现 洛洛和宁晨的身形 便从虚空中冒了出来 两人静静站立等待 洛洛的美眸中 露出了一抹疑惑之色 什么时候 宁晨安排人来纯阳无极宫了 是否安排人来小南天界 又是做什么的 没有等多长的时间 大概只是半盏茶的功夫 大殿之中一道紫光闪过 一袭淡紫色金身衣的紫基 就从大殿门口走了进来 那火爆的身姿摇曳 在华美的大殿之中 衬托上绝美而又冰冷的容颜 有着一种惊天动地的魅力 主人 您终于来了 刚见到宁晨 紫基脸上那凛若冰霜的神色 就好像寒冰遇到了阳光一般 瞬间融化了开来 带上了一种无比纯真的甜美笑容 在灵界的时候 宁晨在将偶然间得到的 那神识提升的灵弼之法 修行完毕之后 仔细思索了一番 心中知道 要想得到神经观想法的后续 也许只能在当初得到 这个功法的秘境之中找寻 不过这功法是否还有后续 一切也是未可知 神识长时间停留原地无法提升 让宁晨心中一直不舒服 索性就直接传音给了紫基 紫基修行五道 后练体入道 可因为功法缘由 他的修为也一直相当于修士的 练须圆满阶段 本来也留在灵界没有什么事情 宁晨刚一传音 他便被秘密送到了小南天界 纯阳无极弓 就算没有练须级别的存在 也本来已经是小南天界的第一宗门 在李福昌的带领之下 一直都是高歌猛进 一路扩展 如今纯阳无极弓 乃是小南天界最强宗门 小南天界得到的修行资源 有九成已经被纯阳无极弓彻底懒收 李福昌虽然天赋不强 但如今也已经突破化神境界 只不过 他资质实在是有些惨不忍睹 这么多年过去 炼化了不少灵物 还是处于化神出气 紫基到此之后 和李福昌等人并未有过多联系 外界也并未显露身份 一直都在小南天界暗中存在 帮助宁晨找寻神经观想法的后续部分 此时 看到紫基那惊心动魄的魅力 宁晨轻恩了一声 笑了笑 伸手招了招 紫基脸上出现一抹动人的羞意 来到了宁晨的身旁 轻易地握起了宁晨的手 一种温暖和柔软的感觉 从指尖传地儿来 宁晨轻轻抚摸 紫基阴拧了一声 轻轻喘了两下 功法寻找得如何了 宁晨转头看向紫基 向他询问出声 主人 对不起 我还是没有将那功法的后续拿到手中 紫基一听宁晨询问 马上露出了愧疚之色 低下了头 宁晨脸色如常 神经观想法这样的绝世功法 就算是在灵界 也可以算的是顶级功法了 而且 是否还有后面部分 他也不清楚 这么短的时间内没有找到 也不是紫基的过错 在他洁白如雪的柔衣之上 轻轻拍了拍 温生说道 不必自责 既然没有找到 那便留在小南天界继续寻找便是 特别是那一处上古境地 传闻 曾经也是灵界的一部分 其中不少传承 都来自灵界 一定有非凡的机缘 紫基 看向宁晨的美眸中 魏宁晨没有责备他 而露出了感激之色 一闪一闪 迷人至极 第1373章 回归灵界 其实 在我看来 那上古境地 恐怕真是曾经灵界断裂之后 遗留在下界的一处残破之地 而且这残破之地 当年再灵界也一定不凡 如今宁晨的修为提升 神识之力 更是成百上千倍的增加 对小南天界的认识 也更加深入了 宁晨遥望着天际 眼眸中闪动着金光 好像看到了无尽遥远之处 沉生说道 主人 那功法真还有后续部分吗 之前小白龙他们在里面 就寻到了后半部 按理来说 这功法已经完整了 另外 关于你说的那一处上古境地 我也进去探索过 里面的确有不少传承之地 另外还有很多天才地堡 甚至我还找到了一部 完整的神经观想法 里面所记载的 和你教给我的内容一样 并没有后续的修行之法 对了 说来也奇怪 我在找到这套功法之时 当中有一地 就算以我的修为 也无法进入 如果这功法 真还有后面的延续 那所要的东西 可能就在那地方了 只不过 那地却只会在固定的时间出现 属于一处破碎的空间 听了宁晨的话 紫晨眼睛一亮 突然想到了什么一般 惊呼出声 听了紫晨的话 宁晨也是心中一动 要知道 紫晨如今可是相当于 练须圆满的境界了 竟然还无法进入一地 这本身就非同寻常 很有可能 宁晨点了点头 看向了洛洛 继续说道 既然如此 洛洛 你就留下来 帮助子姬 一起将那地方破开吧 在下界不可动用全部实力 免得被天道排斥 你随身记得佩戴七天阵盘 这样会安全不少 如果能够得到那功法 便联系我 要是一无所获 你们就回灵界吧 毕竟这神经观想法 是否还真有后续 我也不敢确定 说完 宁晨也是有些神态漠然 他对于神经观想法后续部分 的确也是心里没底 不过这功法如此高深莫测 他总感觉如今所掌握的 不是全部的修行法门 肯定还有其他的功法 可以连续在一起 洛洛当然没有任何意义 乖巧地点了点头 小南天界中存在很多秘密 除了为我寻找功法之外 你们两个也能探索一番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机缘 宁晨沉声提醒 洛洛和子姬也露出了慎重之色 并没有因为小南天界 是一个小小的界面 就心生轻视之意 反而是牢牢地记住了宁晨的话 宁晨门下之人 对于他说的话 想来都如同是法指一般 都会百分之百地遵守 远处传来了洁洁的怪笑之声 李福昌苍老的身形 出现在了大殿之外 看向宁晨的目光中 充满了无限的惊喜 好像看到了什么 无法置信的事情一般 以化神出气的修为走来 竟然激动之下 都有些跌跌撞撞了 老朽没有看错吧 掌教宁竟然回来了 我还以为 这一辈子 恐怕再也无法见到掌教了 李福昌说话间 来到了宁晨的面前 俯身下拜 苍老的面容上也是 充满了开怀之色 宁晨拂袖而动 一股柔和的清风浮现 将李福昌拖了起来 李福昌脸上出现嚣张之色 又发出了一声怪笑之声 姐姐 如今见到掌教之后 我李福昌自信 我纯阳无极宫 还能在小南天界 辉煌数万年 闻言 宁晨笑了笑 低声说道 这次我要带你们去往灵界 在小南天界 经营纯阳无极宫这么多年 也该给你一点补偿了 李福昌浑身一个机灵 脸上瞬间绽放出了 无比兴奋之色 脸上的肌肉 都几乎控制不住地在抖动 看上去猙獰至极 真的吗 掌教 我没有听错吧 李福昌高兴地都要跳起来了 大殿的门口 却又响起了一声刺耳的尖叫之声 众人看去 却是姜唐捂住了嘴巴 美眸中满是不可置信的模样 显然 他也听到了刚刚宁晨的话 本来 上一次宁晨下界 就是带走了很多故人 可这两人的资质不是太高 而且 下界也的确需要有人把守 便将姜唐 李福昌留了下来 如今 他们在接受下界纯阳无极功的权柄之后 也是获得了无数资源 这堆积之下修为也是达到了化神境界 当然是真的 宁晨看着两人的模样 淡然发声 师父说的话 什么时候是假的了 你们两个也真是的 洛洛也是奄然一笑 轻声出口 姜唐还是像原先那么漂亮 白白的脸蛋 动人的五官 此时兴奋之下 脸上更是多了一抹红侠 更显动人 哼 你终于要带上我了 姜唐喜极而泣 跺了跺脚 埋怨了宁晨一声 宁晨一笑而过 这次不只是要带你们两个 李福昌 你挑选一下新生代的一些天才人物 我也要将他们带入灵界 宁晨又转头看向了李福昌 向他吩咐一声 随着纯阳无极功 在小南天界统治领地扩大 加上李福昌管理得当 延续的一直都是宁晨的怀柔政策 吸引了一大批的天赋出众的弟子 败入了纯阳无极功的门下 没问题 长教 纯阳无极功这些年 又收到了不少天才人物 纯火灵脉和纯雷灵脉的都有呢 说到此处 李福昌也是一脸的自信之色 拍着胸脯向宁晨自信保证 宁晨点了点头 不再多说 小南天界毕竟是宁晨修行的起始之地 想当年 他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 暑假之中无意穿越过来 刚开始 小南天界2000年的修行 也着实经历了一番腥风血雨 当初的杀伐斗法 比起如今宁晨在灵界的经历来说 凶险程度更胜 不少地方也给宁晨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如今他虽然已经是灵界都有数的强者 可故地重游之下 也是有一些感慨的 就这样 宁晨孤身一人 腰间挂着七天阵盘 踏步便是一个大舟 在小南天界游逛了两天 便带着江堂等一众人物前往灵界 其中 经过宁晨的挑选 新生代的天才人物中 宁晨带上了一个纯雷灵脉 一个纯火灵脉 一个纯冰灵脉 倒是洛洛还颇想要这个 冰灵脉的小妮子做徒弟的 可惜他 要留在小南天界 为宁晨获取那神经观想法的后续功法 宁晨笑道 这个冰灵脉一定交给你 为师先带着他去灵界 将基础打牢固 洛洛这才展颜 露出了开心之色 随着地底空间的灵光一闪 宁晨带着几人 便消失在了小南天界的地狱之中 洛洛和子姬两位绝世的美人 看着宁晨消失的身影 都是露出来一抹黯然之色 洛洛嘟起了嘴巴 轻声说道 又不知道多久才能见到他了 子姬当然明白洛洛口中的 他 是谁 强颜欢笑 狄声说道 我们只要尽快将那禁地彻底破开 试着能不能将后续功法找到 便可以去往灵界找主人了 洛洛点了点头 握紧了拳头 像是突然找到了方向 说道 那我们这就前往上古禁地吧 第1374章 门人突破 纯阳城城外 宁晨一席青山 从虚空之中闪现而出 引领着背后一众 被他刚带到 灵界的李福昌等人 刚到灵界 身后的几人被宁晨用幻术干扰 现如今 他们眼前景象才逐渐开始清明 毕竟这通道关系甚大 他们实力低微 万一被强大修士探查到蛛丝马迹 那就会出大问题 从小南天界离开 而后通过那神秘阵法 到了黄沙城城外的那溶洞之中 宁晨并未多坐停留 便直接带着众人赶路 前来纯阳城了 当年 黄沙城被一个莫名的天魔族人入侵 幸好宁晨及时出现 才没有将黄沙城彻底的魔化 当时 他特意留下了一些灵物 让李多的儿子 进化那些被魔化的黄沙城领地 这一次 他顺便路过黄沙城 当年被魔化的领地 早已经在有效的治理之下 恢复如初了 黄沙城外那溶洞 也被暗中很有力地保护了起来 宁晨心中的一件事也落地了 顿入虚空穿行 逐渐地看着了眼前壮观的雄伟之城 宁晨嘴角 也不由地浮现了一抹笑意 结结结 原来这就是典籍传说中的灵界 果然雄魂壮观 这样的巨城 在小南天界 根本不可能存在吗 还有这么纯净的灵气 这么热闹的街道 刚来到纯阳城 李福昌看着眼前壮观之极的景象 嘴角抽了抽 赞叹之声一句接着一句而出 两只眼睛几乎都在放光 那种贪婪之色又一次出现 结结结结结 在这样的地方修行 我肯定可以突破到炼虚境界 来到灵界之后 李福昌好像一下子 忘了自己资质低弱的事实 充满野心地发出了一声呐喊之声 听见这熟悉的笑声 凝晨也是一阵无语 这都多少年了 这臭毛病还没有改过来 而姜唐的两只眼睛亮晶晶的 视线一会儿落在了城头 一座专门构建的阵法中枢处 一会儿落在了城中一处 贩卖灵柱的药谱之上 一会儿又落在了街头 一个青角族的身上 心中那浓浓的好奇之心 有了大大的满足 漂亮的脸蛋上 充满了惊喜和兴奋 急促呼吸着 剩下的那些新生代的天才 本身最高也不过是原因期 哪里见过灵界这么大的场面 一个个畏畏缩缩 像是一个吱吱受到了惊吓的小猫 掌教 这称叫做纯阳公 难道真的是您打下来的领地吗 兴奋过后 李福昌满脸都是不可置信之色 看向宁晨压低了声音 缩着肩膀弱弱地向宁晨问道 是啊 我听洛洛说 咱们灵界的领地名字 就叫做纯阳城 这么大的地方 真的是你打下来的吗 那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修为啊 姜唐非常震惊 尽管他知道宁晨的本事通天 但还是忍不住发问 文言 宁晨摸了摸他的脑袋 尽管他已经是合体器的修为 可在熟悉的人面前 还是一丝微压都不会泄露 对于姜唐这个小小的化神器来说 当然认不清楚 宁晨的强大与否 听着李福昌和姜唐的询问之声 看着两人惊喜之中 又带着点不可相信的兴奋 宁晨笑了笑 没有说话 他静止落到了地面 向着城中走去 城门口 正好碰到了一个 练须圆满阶段的人族修士 一见宁晨 顿时面色俱变 露出了敬畏之色 城 宁城主 属下参见城主 这个中年修士 直接俯身向着宁晨下拜 眼神中近视敬畏之色 竟然不敢完全抬头看一下宁晨 宁晨从那修士的身旁走过 淡淡地说了一声 起来吧 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那中年修士满脸的惊喜 一下子从地上蹦了起来 开心地大喊 宁晨主竟然跟我说话了 你们听到了吗 听到了吗 看着这一幕 洛洛和李福昌 都是张大了嘴巴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李福昌和姜唐对视一眼 两人都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姜唐偏着头 美眸一眨一眨 看着宁晨的背影 只觉得这个熟悉的人 又多出了那么多神秘的感觉 李福昌则是差一点喜极而泣 当年的他苦苦维持着纯阳无极弓 在小南天界艰难生存 就算是保住宗门不灭 都已经是天大的喜事 可哪里能够想到 在宁晨的带领下 纯阳无极弓竟然能有如此的辉煌 竟然能够在灵界 也立起了这么壮观的传承 长教 我太激动了 如果让纯阳无极弓的前辈们 知道了如今咱们这般辉煌 那他们的英灵 也一定会开心的 李福昌嘴角抽动着 抬头仰望着苍天 看着宁晨的背影 发出了苍老的声音 宁晨嘴角露出了一抹笑意 说道 话说灵界也一定有我们纯阳无极弓 飞升上来的前辈 倒是能够派遣出几个人 寻找一番 让他们来加入我们纯阳城 也是一件妙事 一听此话 李福昌激动的胡子都抖动了起来 连声说道 这样好 还是寻找一番的好 宁晨点了点头 将这件事记在了心上 如果没有背靠强大的城池和宗门 那些从下界飞升而来的修士 日子可不好过 雷万军已经是下界飞升修士之中 条件极为出众的 打拼多年 甚至还创建了雷城 可以一般的下界飞升修士 根本就没有这种机缘 能加入一方不错的势力之中 就算很好了 不管是平时的修行资源 还是应对危机上面 都受到很大的排挤和压迫 宁晨故意放慢了脚步 让新来灵界的众人 多认识一些灵界的事物 不多久 也就慢慢到了纯阳城的大殿之中 背后的几人 还是满是兴奋之色 一副意犹未尽之色 大殿门口 灵光一闪 王露的身影便现身而出 看向了宁晨露出振奋之色 说道 城主 您终于回来了 有好消息告诉你 听了王露的话 宁晨轻轻一笑 戴然回应 你说的好消息 是不是城池之中 有人突破到了合体中期境界 王露一拍大腿 哈哈大笑一声 说道 所有事情 还真是瞒不过你的眼睛 我们纯阳城的确出现了一位合体中期修士 可喜可贺啊 宁晨笑了笑 心情也是大好 他刚回到城池 便心生感应 察觉到了合体中期的气息 第1375章 城池现状 这位突破合体中期的 到底是谁 宁晨神识散发而出 只是在王露的身上一扫 便知道 他并非突破之人 心中也好奇 到底是谁 正当王露一副神秘的模样 要将突破者告诉宁晨的时候 大殿之外 又是一道清光闪过 向此处靠近了过来 宁晨露出恍然之色 转念一想 便觉此人率先在众多高手之中突破 倒是应有之事 清光消散 庞青云脸上带着淡然之色 一副先锋道骨的模样 随着灵光来到了宁晨的面前 身上赫然散发的 便是合体中期的气息 一副意气风发的模样 哪里还有以前地球上的腐朽味道 城主 宁终于回来了 看样子 这次又为我们纯阳城 带来了不少好苗子吗 庞青云笑着说着 将目光落在了后面 那几个微微缩缩的 纯灵麦的小家伙身上 一脸的欣慰之色 宁晨点点头 连声地称赞道 庞老头 不错吗 竟然突破到了合体中期之境 庞青云摆摆手 笑道 我这点成就 比起城主来说微不足道 不值一提 要不是城主 在外接引了龟灵子道友来成 为我等提供丹药 我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突破境界 庞青云苦笑着说道 语气之中满是自谦 好像是在自嘲一般 庞老道 城主是何等人物 连声地说道 庞青云一听此话 面色一红 急道 我什么时候要和城主比了 你这忙活 不知道不要瞎说话 宁晨一旁看得清楚 这王禄明明 是对于庞青云 率先突破合体中期之境 不舒服而已 眼看着这两位就要吵起来了 他站在了两人中间 低声地问道 我走的日子 城中之事如何 说到正事 庞青云和王禄都正色起来 这段时间 正好是轮到了王禄当值 他沉声说道 纯阳城如今在人族的名头彻底打响 人族前十大势力纷纷向我城表达了友好之意 送来了一些礼物 我们也回赠了一些 而且周边的义族也被我们打怕了 这些年来 从未发生过义族入侵之事 王禄略将宁晨走的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做了一个简短的概括 说到此处 庞青云笑道 那些义族倒是想来攻打我们城池 他们倒是敢 这些年来 周双和周燕林倒有不知道在原先的护城大阵上 又新加入了多少可怕的阵法 就算是我都投发马 一般的合体修士 只要来攻城 非死即伤 庞青云此话一落 宁晨和王禄同时会心一笑 到了他们这样的境界 才能在纯阳城平和的外表下 察觉到隐藏在其中的凶险大阵 在宁晨刚回城的时候 便已经察觉到了大阵的厉害程度 他都隐隐觉得棘手了 何况是一般的合体修士 难道神宫也送来了礼物哦 宁晨目光突然一闪 倒是有些意外的出声 嗯 不过这堂堂神宫 送来的却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 我看是讽刺我们 纯阳城底蕴不深 穷酸的意思多一些 王禄一听宁晨询问 眼眸中露出了一抹木翼 我们并未回脸 懒得搭理神宫 只要将来成主修为更近一步 神宫也要被我纯阳宫踩在脚下 王禄摸了一把光头 神色间露出了傲然之色 安排一下这些年轻孩子 他们是我纯阳宫的后续力量 合体修士中 如果有觉得资质可以的 可以优先收他们为徒 洛洛已经预定了一个濒临根孩子了 宁晨转头指着那几个天赋出众的孩子 向王禄吩咐了一声 庞青云查探了一番这些孩子的资质 眼中满是欣慰和赞叹之色 挑选了一个纯火灵脉的小童子 高兴地咧嘴笑个不停 王禄对于宁晨的话 当然是言听计从 很快便从大殿之中离开 去安排李富昌 江堂和一众孩子的事宜了 宁晨独留在了大殿之中 空荡荡的 一时间竟然突然有些不适应的孤寂质感 和洛洛一起这么长的时间 如今将他留在了小南天界 宁晨倒是突然有些不适应了 随后 他神识瞬间散发而出 将纯阳城中的一切都看在了眼中 正好 周燕林刚刚结束了一轮丹药的吸收 尝出一口气之后 静静地坐在蒲团之上 手托着下巴放空起来 两只水灵灵的眼睛中 充满了柔和的情意 露出了思念之色 轻柔吐气 喃喃自语地说道 他离开城池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哎 洛洛妹妹跟着他一定很开心 真羡慕洛洛妹妹啊 哦 灵儿羡慕洛洛做什么呢 你口中的 又是何许人也啊 就在周燕林独自亲私的时候 寂静的洞府之中 突然响起了一声熟悉而温和的男声 声音中竟然还带着一丝调侃的味道 周燕林一听此话 瞬间坐直了身体 白皙漂亮的脸蛋上 瞬间充满了惊喜之色 看向空无一人的洞府虚空 惊喜欢呼 宁晨 是你回来了吗 一道灵光闪过 一袭青山的宁晨 在周燕林的洞府之中 现身而出 笑盈盈地看着周燕林 见到宁晨本人 周燕林刚刚的惊喜反而退去 好像想到了什么一般 瞬间羞红了脸庞 将头埋了起来 尼南说道 你真坏 偷听人家说话 还 还取笑人家 他越是说 声音反而越小了起来 脸盘却是愈发地红润起来 直接红到了耳根旁边 这样一幅画面 却让本来就气质出众 容颜绝美的他 又多了一种 别样的惊心动魄的魅力 宁晨拂袖而坐 在周燕林的旁边 声音依然调笑着说道 哦 看来灵儿是不喜欢我来了呀 第1376章 玄宁凯 周燕林一听宁晨的话 马上急了 将宁晨的胳膊 牢牢地抱住 这几年不见 灵儿愈发动人了 宁晨低声说道 与此同时 周燕林温柔如水 吐气如蓝 娇喘间 已经倒在了宁晨的怀抱之中 宁晨轻轻一笑 将手落在了周燕林 那光滑挺直的几倍之处 半个月后 林宫城 宁晨一席青山 在林宫城的城池上空现身而出 神石向着下方一扫 轻移了一声 露出了惊讶之色 这师徒几人 看来有好东西现实了 也不知道 这次炼制的是什么 随着他的视线落下 林宫道人师徒的洞府之中 竟然隐隐有七彩之光浮现 阵阵 不凡的气息流转 竟然引动了周围虚空的异象 出现了阵阵雷光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且看一看 这师徒几人 这些年练气的手段 有没有进步 宁晨自语着 身形一动 便降落到了地面之上 来到了林宫道人师徒三人的洞府之中 此时 林宫道人师徒三人 显然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三人都是面色凝重 双眸紧闭 不要命地将一道道灵光 打向了他们三人 围在中间的一座通体火红的火炉之中 七彩之光 正是从火炉之中散发而出的 火炉之上 熊熊灵火在猛烈地燃烧着 三人的面色苍白 气息达到了炼须圆满的顶峰 榨取着体内的灵力 宁晨眸光一动 露出了感动之色 这师徒三人为纯阳城众人 炼制了太多的灵气 可三人的修为 却还一直停留在炼须圆满的程度 可以说是为纯阳城的壮大 立下了汉马功劳 是纯阳城绝对的功臣 气场 突然 灵宫道人大喝了一声 随后拿出了不少珍惜灵物 不要前世地向着火炉丢了进去 在各种灵物的加持之下 这火炉之上燃烧着的灵活猛的一窜 突然被注入了灵魂一般 有了阵阵凶猛的热浪 这热浪扑在宁晨的身上 让合体后期的他都觉得有些燥热了 不止如此 灵宫道人将各种灵物丢入火炉之后 他的两个徒弟同样毫不犹豫 将身边早已经准备好的灵物 向着那火炉丢了进去 火炉之上的篡动的灵火 骤然间化成了一道微风凛凛的火龙 围绕着火红的炉火 不断地缭绕转动了起来 师徒三人口中 同时传出了喃喃的咒语之声 声音越来越大 越来越急促 下一秒 随着三人同时的一声立合之声 火炉怦然之间炸裂了开来 露出了当中的灵宝 这竟然是一件通体呈现暗金色 光泽闪闪 微风无限的全身灵凯 灵凯刚一现世 七彩之光顿时大放 化成了一条荧光闪闪的电蟒 便嘶吼着向着那灵凯攻击而去 天结 这灵宝竟然如此了不得 见到这一幕 凝晨也不禁露出了一丝金色 眼眸之中金光闪动着 看向了那灵凯 一声巨响传来 那电蟒直接落在了灵凯之上 让灵凯泛泛起了一层淡淡的血光 随着电光在灵凯之上游走 灵凯不仅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反而是越发的明亮剔透了起来 不好 可凝晨目光一转 像是要完成最后的一步炼制 那些在灵凯之上的电光 也显然察觉到了 灵凯之上神念的存在 竟然同时向着三道灵念 蔓延了过去 这灵凯的天结之力可不简单 凝晨只是略意查探 便清楚 这天结差不多达到了 合体之节的程度 灵宫道人师徒三人 就算是全胜时候 也无法应对 更别说此时为了炼制这灵凯 耗费了不少灵力 凝晨二话不说 伸手一弹 三缕惨白色的无相灵火 映射出 落在了那蔓延而出的 三道电光之上 灵火和电光碰撞之下 这才泯灭 那天结之力竟然向攻击宁晨而来 宁晨一声冷哼 目露寒光 便将那蔓延而来的天结震散 随后 几道天结之力又落在了那灵凯之上 反而是让灵凯愈发的意义生辉了 让宁晨看得赞不绝口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的时间 天结散去 一阵阵七彩之光 也隐没在了灵凯之中 暗金色的灵凯 没有任何的装饰花纹 看上去古朴大气 那惊人的质感 更是散发出强烈的吸引力 灵宫道人师徒盘膝而坐 气息急促地调息起来 也渐渐地恢复了一些精力 醒转了过来 多谢城主出手 三人也知道 刚刚要不是宁晨出手 他们三个的小命 很可能就丢了 宁晨神色慎重 陈生道 你们三人真是胆大 竟然以炼虚圆满的修为 妄图炼至圣宝 不要命了 灵宫道人师徒三人 露出惭愧之色 灵宫苍老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落寞 说道 本来还妄想 凭借我们师徒三人合力 加上夺天地造化的炼气之法 炼至一箭圣气 看来还是不行 不过 这灵凯毕竟是炼至成功了 只差最后的一步 到时以后可以慢慢补足 李修起看着师父落寞的模样 急忙露出了振奋之色 安慰了一声他 是啊 师父 我们毕竟 是为城主成功炼至出了这玄灵凯 危险的告诫 竟然不为所动 反而将所有的注意力 集中在了新城的灵宝之上 不由苦笑摇头 玄宁凯 好 这铠甲 我很喜欢 第1377章 引动地火 听了宁臣的话 灵宫上人师徒三人 那一抹淡淡的遗憾 这才消失不见 城主 在最后关头 我们三人没有撑住 被天节之力胁迫 只能和灵宝分离 断了我们一些锻造步骤 不然 这件玄灵凯 是一定能达到圣宝层次的 灵宫神色坚定 看向了宁臣 陈生说道 是的 城主 一旦等我们师徒三人的 炼气之术再进一步 便能够彻底地完成 玄灵凯的炼制 到那时候 这件灵宝 一定能成为 您的得力宝物 李修起握紧了拳头 看着玄灵凯 重重发声 宁臣伸手一招 威风凛凛的玄灵凯 一闪之下 竟然化成了一道 暗金色的金光 没入了他的体内 一瞬间 宁臣便露出了 惊叹之色 灵宫上人师徒三人的 炼气之术 是越发的厉害了 他清晰地感觉到 灵凯已经隐藏到了 他皮肤下面 形成了一柔软 却无比坚韧的 一层薄薄的金光防御 你们师徒三人的修为 已经停留在炼虚 圆满太久了 炼气之术是一方面 修为也要提上来才好 宁臣心中对三人赞赏之下 直接拿出了这些年 积累下来的三份合体机缘 分别送到了灵宫上人 师徒三人的手上 宁臣一听 心中无奈一笑 这师徒三人 还真是炼气成吃 无论何时何地 都忘不了炼气 之后 宁臣见三人损失了灵力 便拿出了很多 补充灵气的灵丹 给了三人 他倒不是为了 让这三人修为增强之后 能够发挥多么强大的战力 帮助纯阳城抵御外敌 随着修为的提高 他们灵力也会越发纯粹 到时候锻造强大的法宝 肯定会更加容易 此时的三份合体机缘 那是完完全全值得的 对了 这次来找你们 是有正事的 我得到了一种稀奇的材料 你们试着 能否将这材料炼制成灵宝 我有大用 宁臣突然正色起来 手上金光一闪 一根三尺来长 两寸横径的金色灵竹主干 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给灵宫上人师徒递了过去 这灵竹 正是宁臣在真实地球世界 得到的那枯竹 刚一出现 虚空之中 竟然也一息间出现了一声佛银之声 隐隐约约 分外的飘渺 这东西一出现 瞬间吸引了灵宫上人师徒三人的注意力 三个人同时瞪大了眼睛 放着光将注意力集中在了灵竹之上 当当 灵宫上人不自觉地从命尘手中接过了灵竹 瞬间所有的注意力都沉浸在了灵竹之上 轻轻敲击了两声 灵竹发出了清脆的金属敲击的响声 隐隐闪过一道淡淡的金光 顺着那灵竹的纹理看了很久 轻轻抚摸着手中的灵竹 灵宫上人和两个徒弟对视一眼 都是露出了慎重之色 城竹果然神通广大 这样的材料竟然也能得到 首先 灵宫上人看着宁臣 苍老的眼眸中露出了一丝敬畏之色的说道 我们师徒三人背靠纯阳城 这些年来也见过了不少好材料 可这金竹着实是第一次见 而且老实说 我们也并不认识 李修起摇了摇头 轻轻皱眉说道 我敢说 这灵竹在灵界绝对是非常难得之物 灵光道人却坚定知己地出生 另外两人同时点头 他们见多识广 纵使不认识金竹 可对于金竹的材质 却一定能够分辨一二 城主着急用 我们试着炼制一杆长枪如何 灵宫上人看向宁臣 露出了询问之色 宁臣点了点头 师徒三人服用宁臣送来的丹药 补充一番灵力之后 同时盘膝而坐 对视一眼 大鹤声中直接用出了修饰危能 强大的丹田之火 三树火苗集中在一起 散发出了恐怖的高温 灵宫上人一声大喝 将金竹抛在了火苗中央 时间流逝 金竹在火苗之中稳稳停留 看上去没有一点变化 好像火焰并非灼烧着它一般 一炷香的时间过去了 金竹却一丝一毫融化的迹象都没有 灵宫上人皱起了眉头 是一两个徒弟将丹田之火一收 无奈摇着头说道 果然如我所料 丹田之火是无法将金竹炼化 那怎么办 宁臣完全没有想到 炼制灵宝的第一步就受阻了 疑惑地问道 城主 此物是我们师徒三人 见过的最坚硬之物 如今只能靠引动地火炼制了 不过地火能否成功 也不一定 需要尝试一番 不过越是如此 也就越是代表此物的不俗之处 这绝对是世间罕见之物 灵宫上人露出了凝重之色 陈生说道 见宁臣露出了疑惑之色 一旁的李修奇解释说道 地火是比我们丹田之火 更加炙热百倍的天地灵火 凶猛异常 说干就干 师徒三人走到了 专门的一间密闭房屋之中 通过一些特殊手段 竟然真的从地底深处 引出了一条暗红色的火龙 这火龙刚一出现 一股恐怖的高温涌现了出来 不过这火龙在几番缠绕之下 也是没有将枯竹炼化成功 这竹子虽然是失去了灵性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地火的燃烧之下 也是根本没有任何被炼化的痕迹 看见这一幕 宁臣当即也是 寄出了一团无相灵火 打在了这枯竹上面 它的无相灵火 比地火的温度 还要高上一个层次 可一段时间过去 这枯竹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太过玄妙了 这一根灵竹绝对不是反物啊 城主 这灵竹要是一旦炼制成为法宝 我相信 肯定能成为非常强大的宝物 灵宫上人无比兴奋地说道 他们现如今 无论是用丹田之火 还是引动地火 甚至是宁臣亲自出手 那都是无法炼制这枯竹 灵宫上人当即就断定 这灵竹可能比他们之前的判断 还要珍惜罕见 炼化不了 那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反其道而行 不炼化这灵竹的本体 在前面炼制出一套枪头 以及一些配件手柄 便可依仗这灵竹的材质 锻造出一件法宝 这样还可以极大的保留这灵竹的特性 灵宫上人双眼火热 这一刻也是想到了解决办法 第1378章 破魔枪 经过灵宫上人师徒三人的一番设计 以灵竹为主体 炼制成了一套长枪 因为灵竹有粗有细 有长有短 这一套长枪看起来也并不整齐 可整整炼制出了七八十条长枪 一下子摆放在那炼制灵宝的房屋之中 看上去也气势惊人 长枪的枪头 是用灵宫上人手头一种最为珍贵的灵精 名为名要玄金的材料炼制而成 不仅坚硬无比 还一定程度上有克制魔器的效果 城主 信不辱命 这一批灵枪终于是为你炼制成功了 你给他们取一下名字吧 看着摆放在炼器房屋之中 墙壁上的一排排灵枪 灵宫上人也是露出开心之色的 向宁臣提出建议 这长枪 我是专门用来克制天魔族之用 便叫做破魔枪嘛 宁臣手中握着一把长枪 振奋地说道 一直以来 除了那玄道金云竹之外 宁臣手头并未有什么 克制天魔族的灵宝术法 灵界魔影重重 不只是人族边境不宁的事情 上一次的黄沙城之事 也让宁臣心中不安 如今 这一套破魔枪在手 宁臣总算是心中有了一些底气 破魔枪 破魔枪 这名字霸气 不愧是城主赐名 我相信 这破魔枪 以后一定会威名响彻整个灵界 李修起重复了两遍破魔枪的名字 眼中金光一闪的振奋发声 你们师徒三人 也要尽快突破合体境界 为我传阳城 炼制更多的灵宝才好 这破魔枪 也留给你们林宫城几柄 以备不时之虚 宁臣衣袖浮动 那一排排破魔枪 说道 城主既然发话 有城主赐下的合体机缘 我们师徒三人 一定尽快突破至合体之境界 三人尽管神通术法并不出众 可一向炼制灵宝以来 对他们的灵力修为 也有反复锤炼之效 他们三人的基础 早已经扎实无比 有着合体机缘帮助 突破合体的概率 还是很大的 而此时 就在宁臣转身准备离去的时候 他感应到了不断震动的传音令牌 宁臣面色一变 看向灵宫上人师徒三人 惊呼一声 不好 见到这一幕 灵宫上人师徒三人 同样面色大变 看向了宁臣的那须戒指 宁臣二话不说 守在那须戒指上一抹 一道红光刹那间击射而出 灵光一闪 红光中的传音令牌之中 传来了王禄无比急切的话语 城主速速归来 纯阳城危急 王禄的声音非常急迫 而且像是在非常紧急的状态之下传出 带着一股山雨欲来的凝重 不等灵光之中 王禄的声音落下 宁臣手中其他的几块传音令牌 也震动了起来 同时 又几道灵光从那须戒指之中 击射而出 传来了周霜 庞青云等合体之休的声音 宁臣 你要快点回来 周霜的声音带着一丝哭腔 城主 速归 老朽恐怕已经无力抵挡 庞青云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绝望 宁臣脸沉了下来 毫不犹豫 身形一闪 直接在灵宫上人师徒三人的面前消失不见 空中只留下了他 无比凝重的话语 纯阳城一定遇到了天大的危机 王禄从没有这么失态过 你们师徒三人 尽快突破境界 我要赶回纯阳城 等灵宫上人师徒三人 还想要说什么的时候 宁臣的身影 早已经消失在了灵宫城中 这一次 我们城一定是 遇到了天大的危机 不然众位道友 不可能那般交集 从未见过城主这么急切的模样 我们还是听从城主的命令 尽快突破境界 看能否为纯阳城出一份力吧 师徒三人同样心急如焚 可还是牢牢遵守着 开启了闭关修行 准备突破境界 纯阳城 此时的城中 早已经失去了 往日的辉煌和宁静 在巨城的上空 竟然出现了一轮漆黑的太阳 这黑日洒落下了漆黑的光线 将纯阳城映照的宛若一座死城 黑日的中心 依稀有着一道魔影 魔气滔天之间 让天际出现了 一大片一大片的乌黑云影子 无尽的魔威 笼罩着整个纯阳城 一种诡异的坏笑声 充斥在纯阳城的每一个角落 嘎嘎 小小的一个人族城主 竟然敢得罪我们天魔族 难道真的不知道 死字是怎么写的吗 纯阳城的众多小崽子们 要怪就怪你们投错了胎 遇到了宁城这样一个 没脑子的城主 要让整个城池的人 为他陪葬 声音不断地 从黑日之中的魔影中传出 就算是身影之中 也带着滔天的魔气 有一种无上的威压 压迫在纯阳城 每一个人的肩头 我 难道我纯阳城 真的要灭亡了吗 城主到底得罪了什么样的人 黑日中的那魔影 就是传说中的天魔族吗 城中的合体之修 都不敢出手 难道他是天魔族的 大成修士吗 大成修士 那我们死定了 在魔尾的笼罩之下 整个纯阳城的修士 都处于一种绝望之下 他们聚拢在一起 畏惧地看着黑日之中的 那个魔影 瑟瑟发抖着 在那魔影的魔音之下 城池之中 就算是炼须圆满的修士 也一个个周身发软 提不起一丝一毫的力量 堂堂炼须圆满的修士 在那魔影之下 弱小的就好像是一只只蝼蚁 在纯阳城的城头 宁城门下的一众合体修士 都已经出关 王禄一行聚集在了纯阳城的城头 一个个都面色宁众之极的 抬头望着那魔影 露出了愤痕之色 妈的 这天魔族的人竟然追来了 朱燕双眸通红 怒骂一声 无比交集 第1379章 城破 天魔族 这可是灵界的第二大种族 城主是如何得罪了 这么强大的人物 一听朱燕的话 众人一个个更加不安 紫雕惊诧无比 忍不住提出疑惑 而且 此人一定是大成之羞 那种铺天盖地的魔威 绝不是合体气的天魔族 所能具有的 庞青云抬头仰望上天 双眼死死盯着那一缕魔影 凝重出声 别管这些了 如今 我们只能依靠阵法守护 一刻便是一刻 等待着城主的归来 周双白杰的额头之上 此时满是汗珠 听着众人之声 却是吏喝了一声 他气息摇摆不定 从身上不断散发出 浓浓的本源之力 补充到纯阳城的阵法之上 其他合体之羞 此时赫然都是拼命 向着阵法输住灵力 维持着纯阳城的 最后一道防线 就在一天前 魔威突现 就是突然从虚空之中 硬生生地挤出来一般 让众人完全来不及 有任何的反应 大白虎出手 让那天魔族人 轻轻挥动了一下手指头 便身受重伤 到现在还昏迷不醒 关键时刻 幸好周双新生感应 及时启动了 纯阳城的防护阵法 顿时便有一圈巨大灵罩 出现在了纯阳城的上空 将纯阳城及时护住 在第一时间 周双传音城中各个合体 大家一同出关 拼力维护阵法 这才堪堪将那魔影 挡在了城外 可就算这样 那魔影伸手一动 魔气滔天之间 护城阵法 也在飞快地被消耗着 此时 大片大片的魔气 已经侵入了阵法的灵罩之中 灵罩足有三分之二 已经变黑 等整个灵罩 彻底被魔气魔化的那一瞬间 便是城破之时 在周双的提醒之下 众人精神又是一阵 拼命往阵法灵罩之中 输住灵力和本源之力 不仅是合体之修 像没有突破 合体之境的侠魁 小白龙 慕容学等人 也拼力往护城阵法之中 输入着灵力 要是我现在能突破 合体之境 凭借我龙族燃血大法 也能为纯阳城出更多的力了 小白龙此时还处于练须阶段 怒骂了一生 对于自己的弱小 很是恼火 平时 受到宁臣庇护 众人在腥风血雨的灵界 过得还算不错 到了这种生死危机之时 一个个也都记着纯阳城的美好 想要为守护纯阳城而出力 周双 这阵法到底能够坚持多久 在拼命输出力量的同时 王鹿双眸通红 额头之上轻轻抱起 向着周双怒吼着询问 应该能坚持两个时辰 我们一定要等宁臣回来 周双咬着牙 作为阵法的主持之人 更显得吃力 此时 他体内的本源之力 几乎都要枯竭了 可就算是宁臣归来 这天魔族人身为大成之修 我们要如何应对 可红韵一声柔软的声音 让城头众人一下子沉默了下来 心中不免涌出了一股 沉重之极的绝望之感 是啊 宁臣是强大无匹 可他毕竟还不是大成之修 如何能敌得过大成修士 而且这个大成之修 还是临界第二大种族的天魔族之人 人族的大成修士呢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 王鹿怒骂了一声 抬头望天 充满了不甘之色 雷城 雷王军在传阳城 被天魔族大成修士围困的第一时间 便收到了传阳城慕容雪的传音 慕容雪一贯是负责传阳城外在联络之事的 对于周围一些势力 那都是可以直接联系上的 这可如何事后 雷王军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不断地来回打转 可 可那是大成之修啊 纵使我去了 也只是白白送死 雷万军哀嚎了一声 脸上露出了极为痛惜之色 在他的想法之中 纯阳城已经不可能保得住了 对 现在也只有和天道蒙联系 让人族大成之修出手这条路了 突然雷万军眼睛一亮 想到了这最后一个办法 希望能来得及 雷万军二话不说 拿出了传音令牌 向着天道蒙的三长老传音过去 嘎嘎嘎 我已经失去了继续玩弄 你们的耐心了 真以为这小小的阵法 本尊无法破除吗 我是想当宁臣回来 这次若是不能杀了他 我得要有多遗憾 纯阳城的上空 那魔影一闪 从那黑日之中现身了出来 他发出了诡异的笑声 双目漆黑 释放着滔天魔气 不等众人有所反应 手中猛的一闪 一团漆黑的火焰 便出现在了他的手心之上 凝笑着向着下方的阵法 狠狠一扔 哄 一声巨大的响声 在纯阳城的上空响起 这黑色火焰 落在了那阵法的灵罩之上 灵罩狂闪几下 发出了一声哀鸣之声 彻底地被这魔焰破坏一空 城头众人牵涉之下 纷纷吐血到飞 一些修为较弱的 像突破 合体不久的紫雕 直接被震成重伤 奄奄一息起来 不是还能坚持两个时辰吗 王露嘴角鲜血 不要命地吐出 气息急速地衰弱了下去 可还是充满不甘地 发出了一声怒吼之声 他太强了 周霜贪软在地上 美眸之中 竟是哀婉绝望之意 光华好似 也在缓缓退去 尽管不想承认 却还是黯然无神地 默默发声 完了 怎么办 我们的城主呢 难道他真的 不管我们了吗 就算他回来 又能有什么用 这可是大城七的修士 随着护城大阵 彻底地被毁灭 纯阳城中 无数修士的绝望气息 在飞速地放大着 所有人哀嚎不已 将纯阳城毁灭之后 我会继续找到宁城的 你们所有人 都安心地去死吧 宁城很快就会去陪你们 他的那一件圣宝 将会成为 我天魔族之物 那天魔身上的 滔天魔气散去 露出了他真实的面容 宁笑着 向着下方的城中人出声 此人上身赤裸 双目漆黑 面容宛若野兽一般粗犷 魔为可不 第1380章 破魔之威 话音落下 天魔族大成修士 双目中散发出了 森寒的杀鸡 看着下方绝望的 纯阳城人 嘴角扯出了一缕 畅快之极的宁笑 他修为强大 向来是以虐杀低弱的修士 来获取快感的 手上黑光一闪 一把通体漆黑的大刀 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一股滔天的魔气 从黑刀上释放了出来 威能强劲 天魔刀毁灭一切 天魔刀下无活人 悠悠的声音 在整个纯阳城响起 那天魔大成 将手中的黑刀 猛地一抛而出 黑刀在虚空不断散发魔气 凝聚出了一柄巨大魔刀 随后灵力斩出 魔刀向着下方的纯阳城 是要将其一刀毁灭 此时 如果在纯阳城的上空看去 漆黑的魔刀上 散发出了森森的寒气 寒气之中 黑刀对准了纯阳城正中央 随着魔刀划过纯阳城的虚空 如同整座纯阳城 都要被一分为二 叮 一声清脆的金铁交击之声响起 突然 一道金光滑破了天际 落在了那魔刀 前进的路途之上 金光之中 依稀可见 有一把通体金色的长枪 这长枪 尽管只有十几丈长短 灵光暗淡 可就是这样的一支长枪 却轻而易举地 将那魔刀给挡住了 令它不能前进分喉 绝望的纯阳城修士 一个个都被这 突然出现的变故惊呆了 他们看着金色长枪 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随着金光出现 一道平和中 带着森冷杀气的声音 淡淡在纯阳城的上空中 响彻起来 大乘七的修士 一大欺小就不说了 可这是我人族的地界 你天魔族就算再霸道 也实在太过借了一些了吧 声音响起的同时 一道灵光从天际积逝而来 眨眼间来到了境前 露出了宁晨一席青山的身形 他神色平静 两只眼睛却露出寒意 盯住了半空中 散发魔气的天魔大乘 同时 向着破魔枪狠狠一指 隐约将一阵佛光 出现在破魔枪的周围 形成了一个个金色的朦朦圆圈 刺了 一声沸腾的声音响起 在这声音之中 那漆黑魔刀上的魔气 就像是遇到了天然的刻心一般 在金光之中飞快地消融起来 眨眼间 魔刀那漆黑刀身便显露了出来 而且哀鸣声不断 再飞快地缩小起来 当 一声巨响 不等魔刀彻底地缩小 那破魔枪猛地一次而出 竟然直接让刚才还威风凛凛的魔刀 断成了两截 魔刀释放而出的魔气 在飞快地消散了起来 城主 是我们的城主回来了 我们有救了 人群之中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所有人的目光中都放出了光 看向了虚空之中 神色平静的宁臣身上 城主 您终于回来了 王露长出了一口气 嘴角扯出了一缕微笑 脑袋一歪 已经彻底地支撑不住 昏迷了过去 宁臣 呜呜 你终于回来了 周双哭泣着露出了委屈的神色 周燕灵 红韵等人围绕在周双的身旁 相互之间依靠着 坚持着 见到宁臣身影的那一瞬间 所有的委屈都爆发了出来 再也支撑不住 东倒西歪 身上的气息也飞速地下降了起来 你这法宝 又是何我 这时 那天魔大城修士双目中 露出了狐疑之色 盯住了宁臣 依然留在虚空之中的破魔枪 露出了狐疑之色的询问 以宁臣眼睛的毒辣 怎么可能看不出 此人眼底深处的 那一抹不安之色 他心中暗自振奋 看来破魔枪果然对天魔族 天然便有着克制之效 而且 这种效果看上去 还很厉害的模样 本来 他在赶回来的路上 心中还有点虚 如今却心中一定 眼神也分外灵力了几分 这是何我 与你何干 宁臣冷冷发声 向着那破魔枪摇摇一指 随后破魔枪 直接出现在了他的身旁 这还不止 宁臣手上一抹那虚戒指 连续有十条破魔枪一闪之下 直接出现 整齐排列在了虚空之中 森寒的枪间 摇摇指着那天魔大城之羞 天魔大城 瞳孔都在震动 刚刚那一缕不安 再也掩藏不住 竟然露出了一丝畏惧之色 他堂堂大城修士 不知道为何 在面对着破魔枪的时候 竟然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按理来说 他一个大城之羞 而且还是 灵界第二大种族的天魔族 比起人族的大城 都要强上不少 面对一个人族的合体后期之羞 本来是手到擒癌之势 可偏偏他总是感觉心惊肉跳 话说回来 就算一般的人族大城之羞 也无法轻易 将他的天魔刀给斩断 可偏偏宁臣却一出手 便斩断了他的破魔刀 你这天魔 攻上门来 真是找死 宁臣绝不会让天魔族 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敏锐地捕捉到了 他眼底深处的那一抹不安和畏惧 顿时立刻了一声 金光一闪 整齐排列的十条破魔枪上面 竟然一闪之下 直接出现了一道道的金光 这天魔本来就心中发虚 此时哪里还会犹豫 怪叫了一声 竟然身形直接化成了一道 黑光眨眼间 化成了万千缕黑色细丝 向着四周隐墨 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天魔族的身化万千之法 是灵界逃顿之术之中 最为惊人的一种 哼 将我纯阳城欺负成了这样 就想要逃走 也太过天真了一些吧 宁臣一声冷哼 双眸之中 杀鸡一闪而逝 他二话不说 手中灵光一闪 在地球真实世界之中 得到的那一块 留有佛陀虚影的石台 就被他寄了出来 留有佛陀虚影的石台 在出现的一瞬间 好像是感应到了 虚空之中残留的魔气 竟然一瞬间金光大放 金光之中 将整个纯阳城 好像都笼罩在了一片佛光之中 让人睁不开眼睛 本来残留在天空中的 那一轮黑日 刹那间消融 在眨眼之间 就消失得一干二净 阿弥陀佛 虚空之中 隐隐响起了一声佛号之声 宛若天雷之音 听上去无比的庄严而肃目 第1381章 大乘七修士 法末 佛号之中 宁晨面前石台上的虚影 突然凌空而去 最后出现在虚空之中 佛陀虚影 全身散发着金光 双眸留着一丝细线 散发出了无尽的肃目和慈悲之意 轰的一声 佛陀虚影单手一指 直接落在了虚空之中的某一个位置 随后漆黑的魔气一闪 便听见了一道凄厉的惨叫之声 那处虚空之中 那天魔大乘的修士 竟然在这一瞬间 被从虚空之中射了出来 他全身的魔气 就好像是积雪遇到了火炭 在飞快地消融起来 惨叫之声不断 在短短几个呼吸间的时间 这天魔族的大乘之修 便被彻底镇压 神魂泯灭 肉身不存 仅剩下一枚储物戒子 从虚空中掉落了下来 就这样 堂堂的一位天魔族的大乘之修 便这样消散在了天地之间 这一刻 整个纯阳城 好像都陷入了寂静之中 甚至是众人的呼吸之声 都清晰可闻 所有人的目光 都带着浓浓的震惊之意 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那虚影的身上 宁城也有点猛 他也没有想到 这佛陀虚影一出 竟然有这么大的威能 整个过程 他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天魔族的大乘之修就陨落了 什么时候 大乘期的修饰都这么弱了 不对 不对 这应该是佛陀太强了 纵使只是留下了一道虚影 也足以镇压这样的魔物 真是不敢想象 要是这佛陀真身驾灵 又是什么修为境界的存在 反应过来的宁城 还是感觉有一丝不真实的感觉 不知过了多久 有人惊叹的声音响起 这才将纯阳城的寂静给打破了 天哪 我看到了什么 难道我是在做梦吗 另外一个声音说道 你不是在做梦 咱们的城主 真的灭杀了一个大乘的天魔之修 灭杀大乘 大乘期的修饰 还能够被灭杀吗 我的天 我不知道大乘期的修饰 能不能被灭杀 我只知道 从今以后 我们纯阳城 应该是举世瞩目了 纯阳城中的修饰 在那震惊之中恢复了过来 一个个都振奋至极地议论着 那热切的议论之声 让整个纯阳城 几乎都要沸腾起来了 周双等众眉喜极而泣 看向那一席青山的身影 缓缓地降落到了城头 几双美眸之中 纷纷流露出了无限的爱恋之色 你们都没事吧 现在还能行动起来的人 先服用疗伤丹药 然后将昏迷的人都妥善安置一下 随后宁城开始坐镇纯阳城 不断地安排一些事宜 而论到这种内部的一些管理 李福昌那是第一个冲在前面 因为他修为不高 所以在抵抗之时 还轮不上他出力 这会儿不仅没有受伤 还生龙活虎地到处忙活 节节节 你们去找龟灵子前辈 要点疗伤一类的丹药 不要慌慌张张的 没有看见那么魔族 已经隔屁了吗 还有那个谁谁谁 赶紧把昏迷的一些前辈 送去他们的闭关之地 两日后 纯阳城外 飞来了两道身影 哈哈 明城主 你可真是厉害啊 我们这紧赶慢赶 终于是到了纯阳城 原本还以为 会有一场恶仗要打 可结果 那魔族大乘妻的修饰 已经被你镇压了呀 突然 一声畅快知己的大笑之声 从远处的天际传了过来 灵光机设之间 两道身影眨眼间 降落在了纯阳城的城头之上 灵光消散 露出了天道蒙大长老的身影 可在他的前面 还有一个身着普通长衫 看上去奇貌不扬 两只眼眸中 却沧桑之色 极浓的年轻男子 刚刚的大笑之声 正是从此人的嘴里面发出 而且 天道蒙的大长老 隐隐以此人为首的模样 见到此人的一瞬间 宁城面色一变 向着这个奇貌不扬的年轻人抱拳 宁城见过前辈 宁城此话一出 城头众人也纷纷色变 能够让宁城 成为前辈的人 恐怕也只有人族的大成之休了 跟随着宁城 众人整齐下摆 我等见过前辈 那人摆摆手 笑道 纯阳城果然人才挤挤啊 宁小友 你可是给我们几个老家伙 带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这时 天道蒙的大长老走了出来 指着那奇貌不扬的年轻人 向众人正式介绍 这位乃是我人族大成之休法莫前辈 众人心中道一声果然 纷纷有些拘束起来 毕竟大成之休 向来都是神龙剑手不见尾 属于传说中的人物 此时 能够真实地见到 让众人都有些吃惊了 泽泽 看来我这趟是白来了 其实我们在途中 已经听闻了你的世界 可无论如何 我还是想亲眼看一下 这样的结果 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宁小友 你真是厉害 法莫神识散发 扫视了一遍纯阳城中之景 泽泽有声 看向宁臣的目光之中 已经不仅仅是赞赏 反而是一种同辈之间的尊敬 以后你也不必叫我什么前辈了 毕竟就算是我 想要灭杀一位天魔族的大成之休 也是很不可能的事情 可这样的事情 却让宁小友做到了 法莫震惊地说着 眼眸中还残留着一丝不可置信 他反复的神识扫视了宁臣几遍 最后不得不承认 宁臣确实是合体后期的修为 不禁心中对宁臣的手段神通 多了几分好奇 宁臣还要感谢前辈 特意赶来为我纯阳城解位 宁臣深知 法莫一定是接到了天道蒙的传音 这才特意赶来相助的 虽然这是两日之后才抵达 但灵界何其浩瀚 能两天能赶到淳阳城 不知道已经付出了多少代价 这一份情谊 宁臣是不会忘记的 一听此话 天道蒙大长老笑眯眯的 一副开心至极的模样 法莫大修脸上 也露出了一抹欣慰的笑容 说道 我看见你 便看到了我人足的希望 法莫毫不吝啬 自己对宁臣的无限欣赏 那浓浓的赞赏之色 从未消失 既然淳阳城之威已经解除 我这个老家伙 也就不需要再继续待下去了 最后 法莫大修留给了宁臣 自己的传音令牌之后 便带着天道蒙大长老 果断离去了 他也看了出来 此时淳阳城的人 都纷纷压抑着 心中无限的激动 可偏偏因为他的存在 而拘束不已 索性直接离开 也好让淳阳城的众人 尽情释放心中的 那一份开心和激动 宁臣看着法莫修士 和天道蒙大长老消失的地方 嘴角轻轻一勾 露出了一抹微笑 城主你太厉害了 城主无敌 随着法莫修士一走 淳阳城的城间 一声声振奋的 呐喊之声响了起来 有的人挥舞着拳头 释放着自己 对宁臣无限的崇拜和忠心 城头的众人 看向那青山的身影 一个个也无比的自豪 王禄在这振奋的 氛围之中行转了过来 所有人都在庆祝 这劫后余生的喜悦 他们深深知道 这一切都是宁臣带来的 看向那年轻人的目光之中 有着无限的忠诚和敬畏 第1382章 23份合体机缘 很快 宁臣将天魔族大城修士 给灭杀的消息 就在整个人族流传开来 人族之中 一些和宁臣有过节的势力 对此也是惶恐难安 而和宁臣交好的一些势力 却是水涨船高 跟着宁臣的威风 狠狠地震慑了一番周边的势力 原先被周边敌对势力威胁的云上之城 因为和宁臣的关系 迎来了一段和平的发展的时期 雷城 荒城等城池 也在向着好的方面不断发展 就这样 过去一个多月之后 纯阳城的整个城池的兴奋尽头 这才缓缓地退去 原先受了重伤的人 在龟林子的上好丹药的辅助之下 伤势也很快地好转起来 纯阳城 闭关之地 让我看看 这堂堂天魔族的大城之修那 虚戒指中会有什么样的好东西 许久之后 宁臣手上灵光一闪 那一枚得自天魔大城的黑漆漆 那虚戒指一闪出现在了他的手心 这一枚那虚戒指 是迄今为止 宁臣所得到的那虚戒指之中 最珍贵的一件 这可是大城期的修饰之物 希望不要让失望 宁臣自语了一生 神识逐渐将那虚戒指之上 所残留的天魔大城的魂力 给清除干净 而后整个神识侵入了这那虚戒指中 出乎宁臣的预料 这戒指的空间并不太大 在这个空间之中 摆放着几排珍贵的灵木制作的木架 木架之上每一件物品都单独地摆放 看上去很规整 灵照之中的物品 有的灵光异异 有的却无光无彩 宁臣好奇之下 随手拿起了一样 顿时浓郁的木本源之力 就从那闪烁着淡淡绿光的灵雾之上 释放而出 这木属性的本源之力浓郁 让宁臣都精神一振 宁臣脸上出现喜色 喃喃自语 这大城修饰的那虚戒指 果然不凡 只不过是随手打开 便有了惊喜 仔细一看 这是灵界之中 无比珍贵的养魂木 这东西不仅对修饰的神魂 有着稳固的作用 而且是灵界数一数二的木本源之物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 提升修饰的修为 宁臣看过养魂木之后 又射出一物 里面竟然是一卷功法 他略以查探之下 也露出了一抹惊讶之色 原来这功法 竟然是灵界第一种族 天神族的基础修行法诀 灵界天神族 天生的强大种族 据说这个种族之人 和人族的外形无异 只不过是比人族略高大 不过对于修行上的天赋 却是千差万别 这个种族的刚出生的小孩 就相当于有原因期的修为 而且 他们的肉身之力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自然而然的强化 到了最后 单单肉身之力 就可以堪比那些凤凰和真龙 这样顶级妖兽的肉身强度 一直以来 宁臣都知道 侠魁和鱼利 这师徒两人所坚持的五道路子 依西间和天神族的修行之法 有些相似之处 来到灵界这么多年 这师徒俩的五道修为 虽然提升了不少 但是现如今 还是遇见了瓶颈 这天神族的修行法策 倒是可以让这师徒两人参考一番 或许能够从中感应出来 迈入五道下一步的修行路途 之后 宁臣将那虚戒之中那些灵物 每一个都看了一遍 不看不知道 这一查探之下 他高兴得都快合不拢嘴了 肥啊 真肥啊 镇压了这天魔族的大成修士 血传啊 原来 在整个那虚戒之中 竟然足足发现了 二十三份的合体机缘 还有一些灵界顶级势力的修行之法 更重要的 这那虚戒指之中 居然还整整有着五份 合体丹药的单方 宁臣略意查探着单方 发现其中两份独属天魔族使用 剩下的三份 却是人族也可以使用的灵丹 这些东西 应该都是天魔大成 从灵界的各族中掠夺而来的 可现在 却都便宜了宁臣 合体机缘和一些功法 倒是可以作为纯阳城的储备宝物 让宁臣门下众人的修为不断增强 可合体丹方 却是宁臣最需要的东西 如今 他的修为 其实还处于合体后期阶段 可原先的合体丹 在炼化了不少丹药之后 这药效也渐渐减弱 到了如今 合体丹几乎已经对宁臣快要无效了 他不久前还担心 如果合体丹失效了 那他的修为可就要停滞下来了 如今 有了这三张合体丹方 龟磷子一定能够为他炼制出新的合体丹药 他的修为持续提升之下 将来彻底突破大城七 也并不是没有机会 这一时间 宁臣心情大好 将那一枚黑漆漆的纳序戒指 紧紧地握在手中 如今 纯阳城中人才记忌 合体修士也是层出不穷 王禄 周霜 紫雕 庞青云等人 各有各的手段 几乎都可以独当一面了 宁臣计划 将得手的合体机缘都给门下众人 到时候 整成众多合体修士聚集 这样的强大阵容 就算是神功 恐怕都会略有不及吧 第1383章 神兽堂 纯阳城 城墙之上 宁臣从闭关之地走了出来 站立在此 看着偌大的纯阳城 心情大好 这是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啊 看你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 宁臣正暗自思量着 一旁就响起了一个温柔 而动听的声音 他寻着声音看去 却是周燕玲那动人恶娄的身姿 款款向他而来 他一袭血白的长裙 脸上带着温柔 而充满爱慕的笑容 有一种阵法师特有的出尘 而田径的气质 自然地流露出来 宁臣笑了 温声道 灵儿 你的伤势这么快就恢复好了吗 周燕玲乖巧地点了点头 温柔说道 如今我们纯阳城 不像是刚来灵界的时候了 灵药堂在归灵子道友的规划之下 涌现了好几个恋丹天赋很高的弟子 提升修为 疗伤 故本的丹药数不胜数 我这点伤势算得了什么呢 周燕玲缓缓到来 声音中充满了对纯阳城 如今气象的自豪和认同 他心中当然明白 这一切都是眼前这个人造就的 是他所喜欢的人 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眉眸一眨不眨地看着宁臣 好像永远也看不够 眼神中充满了崇拜 和温柔如水的爱慕 恢复了就好 宁臣笑了笑 点了点头 自然而然地搂住了周燕玲那动人的娇躯 灵儿 说来你还没有突破到合体之境 看你周深的气息 好像也已经到了临界点了 为何迟迟不突破呢 两人相拥 看着远处优美的风景 宁臣声音和缓地向周燕玲突然问道 周燕玲郊躊躯一阵 白皙而美妙的脸蛋上 出现了一抹惭愧之意 脸颊也不由地飞上了一抹红侠 宁臣 我 我也很想要突破 可惜 总是差伤那么一点 用了你所给的合体机缘同样如此 要不然 这一次天魔族入侵 我和姐姐联手一起 也多抵抗一刻事件 周燕玲说着 声音越来越低 对自己充满了一种自责的情绪 抬起了头 偏着头看着宁臣 最后竟然流下了几滴眼泪 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宁臣眨了眨眼睛 笑了笑 周燕玲梨花带雨 看上去更加的伤心了 举起了小拳头 在宁臣胸脯之上打了几下 带着哭腔说道 你真坏 人家都这样伤心了 你竟然还在取笑我 宁臣摇了摇头 轻笑了起来 这一幕 看得周燕玲 更加的一头雾水了 宁臣今天这是怎么了 难道他真的在责怪自己 这么长时间 没有突破合体之境吗 话说 他自己也太不争气了 同样和周双一起学艺 人家早已经突破 如今 已经可以帮上宁臣大忙了 可他自己还在原地停留 一时间 周燕玲胡思乱想着 心中很是焦急起来 宁臣 我一定会努力的 我迟早会突破到合体之境的 焦急之下 周燕玲露出了恳求之色 紧张地抱紧了宁臣的胳膊 生怕宁臣显露出一丝责怪的神色来 宁臣摸着他的头 说道 你在想什么呢 境界突破 原本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只是运气不好而已 至于合体机缘的事情 交给我就好了 你又何必这么担心 宁臣其实早已经知道 在阵法医道上 周燕玲虽然超过了绝大多数的人 到如今这样的修行速度 已经极快 可毕竟比周双还差上那么一些 所以到如今 还迟迟没有突破到合体的境界 说话间 他手上灵光一闪 一卷白玉打造而成的书册 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看着周燕玲说道 这是灵界之中的一些法阵记载 放在我这里也用不上 你和双一起修行参悟 至于合体机缘 后面我会给你再留下几份 让你安心突破 宁臣说着 便将手中的书册 递给了周燕玲 这书册 正是他从天魔大成的 纳虚戒指之中获取之物 一听宁臣此话 周燕玲美眸之中的委屈和担忧 这才尽数消退 破体微笑 喜滋滋地将宁臣 所给的书册接了过去 开心地笑道 好 我一定会突破合体期的 在这一瞬间 周燕玲对突破合体之境 充满了信心 他迫不及待地从城头离开 喜滋滋地拿着那一卷书册 去和周双一起参悟了 宁臣看着周燕玲离开的背影 笑了笑 身形一动 消失在了纯阳城的城头 下一刻 宁臣的身影 出现在了纯阳城的神兽堂 神兽堂中 有大白虎 朱燕 小白龙 黑蛇等一众灵兽 每位灵兽都有着各自的洞府 因为在之前 纯阳城现世过一处上古秘境 现如今 这秘境已经被破开 被神兽堂的灵兽占据 他们早已经在里面安营扎寨 有的在山峰之上 有的在大湖之地 有的却是在如人族一般的亭楼小院之中 宁臣神石一扫 便知道了 此时这些家伙在做什么了 朱燕和大白虎 在应对那天摩大城之休的时候 受了重伤 还在闭关修复伤势之中 不过 他此行却并不是来找这两只合体神兽的 他静止 来到了一片方圆树百里的大湖边上 看向了平静的湖面 轻声召唤 小白龙 速速现身 有好东西给你 话音还未完全落下 大湖中央 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湖水飞速朝着漩涡涌动 哗啦一声响 在漩涡的中心 一道雪白的妖角影子 一闪而现 在半空之中 盘旋飞舞两圈之后 来到了宁晨的面前 主人 你终于想到我了 我可是还没有突破到合体气呢 说话间 白光一闪 下白龙缩小了很多 趴伏在了宁晨的肩膀之上 露出了感动之极的神色 宁晨拍了一下小白龙的头 小骂道 你没突破合体 还不是你平时修行不用工的缘故 要是你整日闭关苦修 不在外面瞎闹 不是早就能突破了吗 你看看人家朱燕 不是也早就突破了吗 闻言 小白龙垂下了头 嘟囔着说道 我这只不过是劳逸结合吗 你还跟我顶嘴上了 宁晨一听 没有好气 直接啪的一声 重重拍了小白龙一掌 小白龙倒是能屈能伸 马上露出了谄媚之色 催促问道 主人 你说的好东西 到底是什么呀 拿出来让我见识一下 第1384章 合体推进计划 宁晨见小白龙 一副极不可耐的模样 便笑着从那须戒指之中 取出了遗物 红光闪闪 巴掌大小的一块石头 这石头 正是当时他在地球真实世界中 获得的那一块龙血石 小白龙在见到这石头的瞬间 就好像被射取了魂魄一般 下意识地从宁晨的手中 将龙血石接了过去 主人 好纯净的龙族血脉之力 原本我以为 已经血脉非常纯正了 可相比之下 我感觉我 就是一条杂血龙族 你在哪里得到了这种东西 这难道是我族传说中的 仙龙之血吗 不然我真的无法料想到 还有什么龙族血脉 会有如此磅礴纯正的血统啊 小白龙的一双龙眸之中 充满了震撼之色 盯着鲜红的龙血石 充满惊叹的像 宁晨问道 宁晨心道一声果然 他当初得到这东西的时候 就感觉一定对小白龙有用 他得到龙血石这么久 也并未从这石头上 查探出龙血的纯净程度 可一落在小白龙的手中 顿时便有了反应 果然还是小白龙最适合用这东西 你别管我是怎么得到的 你只需要好好利用我给你的宝物 尽快突破合体 在神兽堂 也展现一番你龙族的威严 要知道 朱燕可早已经突破到合体之境了 宁晨大手一挥 干脆利落地向小白龙说着 顺便搬出朱燕 刺激了一下小白龙 要说小白龙的血脉 其实比起远古神兽朱燕来说 也丝毫不弱 朱燕突破到合体之后的威能宁晨 可是见过的 到时候 小白龙一旦突破合体 他纯阳城 可就又夺出了一名大将 小白龙听了宁晨的话 果然受到了激将一般 重重点头说道 有着龙血时 朱燕也要被我甩到身后 主人你放心 小白龙一定不会给你丢脸的 小白龙说完 不等宁晨再说什么 便迫不及待地一转身 在半空一个盘旋之后 扑通一声落入了神弧之中 宁晨手中还握有不少合体机缘 他要拣选出 对每一个他门下之人最适合之物 将这些合体机缘都分给众人 慕容雪 李夺 红韵 九天鸣猎虫 秃毛鸟 黑蛇等人 有着合体机缘的帮助之下 应该也能尽快地突破合体之境 他的这些门下众人 有些是因为资质一般 没有什么重大机缘 的确难以突破合体7 有些比如九天鸣灭虫 因为实力太过强横 在化神7之时 便能吊打身为神兽血脉的朱燕 小白龙 所以在突破境界之时 也是受到了影响 很难快速突破 只能不断积累抵御 所以他们想要突破合体7 就算是用上一份合体机缘 其实概率也并不会太大 但宁臣就是要靠着合体机缘 不断地将所有门下之人 都突破到合体器 一人得到 那就得鸡犬升天 连自己固有门人 都无法庇护 那还修什么大道 接下来 他有着很大的计划 合体器的修饰 需要用到很多人 就这样 二十多份合体机缘 很快就分发到了 众多的门人手上 而后 他又专门去找了侠魁师徒 准备将那一份天神族的 入门手册 给了这师徒两人 这师徒俩 是宁臣所计划的 武道之路上的钢顶之人 随着这两人武道修为的停滞 他门下众人 很多都在原地踏步 像子稷就是最突出的一个 子稷的武道修为 已经到了和侠魁余力相同的境界 可却迟迟找不到下一步 而无法突破 同时 他还兼修炼体之术 但那炼体功法 修炼到了炼须巅峰之后 也是没有了后续修行之法 纵使这些年 子稷获得了不少九天明灭虫的毒液 进行肉身锤炼 甚至还炼化了不少星辰之河 可终究还是 没有自行参悟出后续的修行之路 王禄这也是改修了雷法 这才凭借两世的修行经验 硬生生地突破到了和体之境 可以说 这师徒两人宁臣是寄予厚望的 侠魁师徒的洞府远离繁华闹市 已经到了传阳城的边缘地带 位于一个布局粗犷的庭院之中 师徒两人正处于庭院之中 名思苦想 其中一个坐在石桌之上沉思不停 另外一个背负双手 在庭院之中来回踱步 对于宁臣的到来 竟然是丝毫没有注意到 一直到宁臣忍不住轻轻咳嗽了一声 这师徒两人才反应了过来 惊醒之后不约而同看向宁臣 相视无言 只有一丝愧疚之色从脸上闪过 哈哈 看你们师徒俩的样子 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了 宁臣故意好像没看到师徒两人 那一抹愧疚之色 反而是哈哈大笑着 走到了师徒两人的近前 城主 这次天魔入侵 我们武道之人没有起到作用 是我们师徒两个没用 拖了纯阳城的后腿了 侠葵听了宁臣的话 露出了一抹黯然之色 声音低沉地说道 不过 我们就快要找到下一步的路了 一旁的余力 还是那一副不服输的性格 情绪中并未有一点的消极 反而是握紧了拳头 振奋地喊着 余力是宁臣从人群之中发现 一手提拔起来的 可以说 没有宁臣当初的慧眼 就没有如今的余力 他一直卯足了镜头 就想要在武道之上有所成就 以不负宁臣的期望 宁臣看着余力 点了点头 露出赞赏之色 年轻人这股不服输的镜头 和当初的她 是何等的相似 很好 我就知道 你们师徒一定会在武道上 为我传阳城 开辟出一条新的路来 有什么难题 现在还没有破解 可以说一说 看我能不能帮他上忙 宁臣拍了拍余力的肩膀 温和出声 武道突破新的境界 我们感觉 也是需要掌握一种本源之力的 可无者感悟本源之力 太过困难 而且 也不是任何本源之力都可以 所以现在 困扰我们的 便是 如何获取立志本源 以及要掌握什么本源之力 才能有效 霞魁沉吟着 将他们师徒遇到的 最大的难题给说了出来 宁臣一听就明白了 无者所修 对于本源感悟 是困难很多 纵使是修仙者 其实在感悟本源之力时 也是灵光乍现之时 才能有一知半解的领悟 这就更加不要说 无者了 你们师徒应该知道 武道修行 和灵界天神族天赋修行之法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不知道天神族的功法 可否对你们师徒有帮助 随着众人修为的强劲 纯阳城众人的见识 也水涨船高 众人早已经看了出来 霞魁于利所走的武道之徒 和灵界天神族太像了 都讲究穷极己身 不假外物 第1385章 龙血实之威 听了宁臣的话 霞魁和于利 都是同时眼谋大量 本来我们还不好意思说 毕竟天神族的功法太稀有了 那可是灵界第一大种族 这个种族的功法 向来是不外传的 就算偶然外传 这族中一定会派遣高手 前去灭杀斯看功法之人 于利兴奋地说着 脸色都因为情绪的变化 变得通红 一旁的霞魁也是 激动得几乎都开始颤抖起来了 城主 我和于利钻研了这么长的时间 就是想着 最后临门一脚 还是要借鉴天神族的功法呀 霞魁说得干脆 直接声音带着一丝颤音地 将此事说了出来 宁臣大笑两声 二话不说 转身走了 有着师徒二人的表现 他根本不用再多说什么 希望你们师徒 能够突破现有境界 为我淳阳城武道 开辟一条全新的路途 远远的 宁臣的声音从虚空之中传来 霞魁师徒两人 双手颤抖着 捧着那一卷书册 开始迫不及待地查看了起来 至于天神族 禁止外人撕看他们的功法之事 师徒两个 才不会管那些事情 别说只是借鉴一下 那书册之中的修行之法 就算是现在修行 有宁臣在前 他们也毫不担心 宁臣是纯阳城的定海神针 是所有纯阳城心中 永远的无所不能的神 话分两头 小白龙得到龙血石之后 沉入了湖底 进入洞府之中 迫不及待就将龙血石取了出来 他用出天赋神通所自带的 吸取血脉之力的功法 提取着龙血石上面浸染的龙血 岁月漫长之下 龙血已经完全进入了石头之中 早已和石头融合为一体 小白龙龙眸之中 闪烁着淡淡的金光 散发出一种神秘的光泽 咒语声中 一道道金光 从他的龙眸之中射了出来 打入了龙血石之中 许久之后 龙血石一阵 旁边出现了一圈淡淡的红韵 这是被小白龙镇下的一圈 带着龙血的石粉 这一抹红韵一转 便被小白龙吸入了身躯之中 顿时 就好像火山爆发一样 他的血脉之力 瞬间沸腾了起来 让小白龙整个身躯 都宛如一种半透明之色 在身躯之中 依稀有着 至极的情绪 在他的眼眸中酝酿 最后发出了一声震耳的龙银之声 银 一声巨响之下 整个湖底部暗流涌动了起来 小白龙畅快大笑着 哈 主人带回来的这东西 到底是何种存在 这样的血脉 已经经过了太长岁月的稀释 可为何还要这般纯粹 竟然比我在小南天界看到的那血脉 都要纯粹百倍不止 畅快大笑之间 久已经停滞的小白龙的修为 竟然飞速地攀升起来 照这样下去 突破合体也是指日可待之事 这还只是龙血石之中 微微的一点石粉罢了 不足整块龙血石中的万分之一 这要是小白龙 整个将龙血石中 所蕴含的那龙血 完全吸收干净 不可想象它到底能够到达何等的境界 时间并未多长 也就是过去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小白龙的气息便发生了质的变化 轰然之间 它竟然直接突破了合体气 而且 在吸收那龙血的作用下 它的血脉之力 也提升了不止一个强度 那是一种质的提升 天结轰然而落 此次 宁晨却并未到来 只有门下两三个合体到来观里 其中便包括远古神兽朱燕 一声龙银之声响起 谁响之间 小白龙通体银灿灿的龙银直升天际 龙眸之中威风凛凛 遥遥看着天际那磅礴的乌云 乌云之中 一道水桶粗细的雷霆 静直落在了小白龙的身躯之上 那银灿灿的龙银一闪 便毫不费力地将这道天结 直接给拦了下来 这一幕 看得朱燕择舌不已 喃喃自语着 这是给了他什么宝物 这血脉之力竟然如此强劲 话语之间 小白龙畅快大笑 竟然不等下一道天结的来临 反而是主动迎着天结冲击而去 龙行妖角 一道银灿灿的龙影 在乌云之间闪动 片刻间 竟然将乌云冲得七零八落 本来未能强大的天结 就这样被小白龙给 直接冲散了 朱燕瞪大了眼睛 看向了从天空之中 盘旋而下的小白龙 惊奇说道 喂 你是吃了什么猛药 竟然一下子变得这么厉害了 小白龙闭腻朱燕 露出得意之色 说道 当然是主人赏赐之物 怎么样 现在要不要较量一番 小白龙在没有突破 合体境界的时候 可是没少受朱燕的欺负 朱燕哼了一声 身形一动 灰光一闪之间 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如今小白龙刚刚突破 合体之境 正是气势最盛的时候 他朱燕血脉之力是强大 可也不想这个时候 和小白龙应客 大笑两声 小白龙罕见的 没有和朱燕计较 和旁边关里的子叼和王露 匆匆打了一个招呼 反而是有些火急火燎的 回到了自己的湖底 王露和子叼面面相去 王露耸了耸自己的肩膀 说道 本来还想看一场好戏的 神龙和朱燕打架 可不容错过的 看来看不成了 话说小白龙可不像原来的模样了 怎么这次这么轻易 就让朱燕离开了 子叼也是疑惑发生 这两个火宝 向来都是纯阳城众人的遗乐 当初在小南天界的时候 就是欢喜冤家 两人无奈一笑 身形闪动之间 也只好离去 而小白龙回到湖底之后 两只龙眸紧紧地盯住了虚空之中 静静漂浮着的龙血石上面 满是不可置信之色 主人带回来的这东西 到底是什么样的宝物 我吸收了不少龙血之后 已经突破到了合体气 可这里面还留有不少龙血 这要是全部练化 这仙龙到底有多强啊 不可置信间 小白龙静静查看着 那一枚鲜红的龙血石 想要从中看出更多的信息 龙血石就静静地漂浮在虚空之中 看上去并不出奇 可只有小白龙知道 它有着多么强大的威能 第1386章 结余 散 观察许久之后 在小白龙的练化之下 龙血石猛的一阵 又有一层红色的光运 从龙血石上脱落下来 被小白龙吸收到了体内 它二话不说 闭目明思 不管是血脉之力 还是修为气息 都在飞速地提升着 另外一边 宁晨将所有的合体机缘 都送出去之后 他回到了洞府之中 拿出了特意留下来的 三份本源之宝 其中便有那 蕴含木本源之力的养魂木 这三份本源之宝中 其中两份是木属性的 还有一份是土属性的 他计划吸取这本源之宝中的 本源之力 从而提升五行玄灵印的品质 而后 自己也掌握更多的本源之力 手上灵光一闪 五行玄灵印 便出现在了宁晨的手上 灵光意义间 散发出五彩的光芒 宁晨盯着这五行玄灵印 喃喃自语着 也不知道掌握了金 木 水 火 这五种本源之力后 是否能一举参悟出五行本源 五行合一 其实 按照他现在的身家 五行玄灵印 其实已经不算是最厉害的灵宝了 可宁晨却并不想放弃此宝 他隐隐有一种感觉 一旦掌握了五行本源之后 必定也是如同见到本源一般的绝大本源 五行玄灵印的品质 也会随着五行本源的出现 而发挥出更强大的威能 就算是突破到圣导层次 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 宁晨一直以来都暗自留心 寻找着五行的本源之物 从天魔大成 获得这三件本源之宝之后 宁晨便特意留了下来 等到现在吸收 说干就干 他双眸缓缓闭合 那一块养魂木便漂浮在了他的面前 被宁晨吸收起来 时间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 缓缓地流逝着 随着宁晨修为的提升 他感悟吸收本源之力的能力 也显著提升 并未过去多长时间 修行无岁月 眨眼间便过去了三年多的时候 这一日 宁晨的洞府之中 五彩霞光大放 一阵阵鲜悦之声中 在他的洞府的上空 竟然隐隐浮现出了 一座五彩山峰的虚影 其中 四色明亮 只有金色的一部分 较为暗淡一些 随着这异象的出现 宁晨大笑之声传出 洞府轰然而开 他手心之中 拖着一座五彩的小山峰 走了出来 此时 心境突破 合体境界的洪运 周燕玲 和老牌的合体高手 向庞青云 王露等人正坐而论道 见到这种动静 都是相视一笑 明白宁晨又有了大收获 不约而同 闪身出现在了宁晨的洞府之前 城主 这可是 那五彩山峰之后 王露露出了一抹金色 不由好奇地出声询问 宁晨门下众人 都知道 宁晨有一间厉害至极的五彩领宝 而且知道领宝名称 真是近距离见过的 却比较少 宁晨脸上带着笑 点了点头 心情很是不错 这一次闭关 他直接感悟成功 木属性和图属性的两种本源 而五行玄灵印 在吸收了那三件本源之宝之后 也成功补充了木属性和图属性 此时 五行玄灵印已经是五行缺一 可整个宝物的气息 却隐隐已经到了圣宝的边缘 这样一来 宁晨手中除了轩辕神剑之外 便直属五行玄灵印厉害 更加让宁晨惊喜的是 随着另外两种本源之力的感悟成功 原先的火本源之力 和水本源之力的强度 竟然成倍增加 无相灵火未能增强之下 竟然转变了那种苍白之色 反而变成了一种五彩之色 宛若是一种更加高级的灵火 看这宝物的气息 应该快要到圣宝的程度了 恭喜城主又获得一件顶级灵宝 庞青云攻身向着宁晨祝贺 哇 整个人族的圣宝也有数的 可城主就快独占了两件了 我们纯阳城得是何等辉煌啊 王露摸了一把光头 露出了兴奋之色 宁晨笑了笑 并未多说什么 无论是玄宁顿还是玄宁凯 那可都是有着发展到圣宝的前置的 特别是玄宁凯 宁晨这些时日来也略研究了一番 才真正明白 灵宫上人师徒给他炼制的这副宝凯 到底是何等存在 他也终于明白了 当初的玄宁凯并未达到圣宝程度 却引来了天洁的原因 在灵宫上人师徒三人不顾性命炼制之下 这件灵宝有了超绝的防御力 在肉身防御上 以目前的状态 就足可以抵挡大城修士的一击 而且 这灵凯还可以用来防御神石方面的攻击 可以说是无差别的将宁晨彻底的保护了起来 就在众人因为宁晨出关而兴奋不已的时候 纯阳城的上空风起云涌 刚刚还晴空万里 眨眼之间便乌云遍布 一副黑云压层层欲催的模样 这又是谁的天洁 看上去很是可怕啊 看到这一幕 众人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王露挠了挠头 不解地看着天际依然在不断扩散的乌云 此时 天际的乌云 已经足足扩展到了方圆百里之地 乌云之中 沉闷的雷霆之声响起 咦 并未有人回答王露 可在听到那一声响彻天际的龙银之声之后 王露却是瞬间明白了杜劫之人 他们几个都是露出金色 不约而同大喊着 小白龙难道这么快就达到了合体中期的境界 而且突破一个小境界 怎么就引来了天洁 他这是做了什么逆天之举 宁辰也是露出了欣慰之色 小白龙毕竟还是有着龙族血脉 没有遭见了他所给的龙血石 那龙血石可是在地球真实世界之中获取的灵物 如果这样 还不能将小白龙推到更高的境界 那他也太无用了 哈哈 什么鬼天洁 给龙爷散场了 众人正议论中 一声宛若雷霆震动一般的巨大声响 顿时响彻了整个纯阳城 随着花音落下 一条通体银灿灿 已经化成山月般大小的银龙 眨眼之间便腰角蜿蜒出现在了天际 他静止朝着那漫天的乌云之中而去 很快乌云之中传来沉闷响声 下一刻 小白龙畅快大笑 从乌云之中一闪而出 天洁的乌云还未有所作用 便消散一空了 第1387章 宁晨的计划 靠 他现在怎么这么生猛 看到这一幕 王露几个择舌不已 震惊之下 王露嘟嘟喃喃地骂了一声 主人 你也出关了 很快 天际的小白龙注意到了 在虚空之中静静站立着的宁晨 大喊了一声 便腰角而动 向着下方降落而来 一脸的兴奋激动之色 看向宁晨的目光中 也满是敬畏和疑惑 小白龙一路飞迟 境界一日千里 心情畅快至极 可他最想知道的却是 宁晨到底是从哪里得到的那龙血石 他小白龙能有此成就 靠的可就是那一块龙血石 宁晨点了点头 笑道 很好 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小白龙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说道 不过境界突破也暂时就这样了 境界突破太快 这都引来了结束 也是离谱 不过这样 提升修为 倒是不会影响我的根基 那龙血吸收之后 我修为虽然是提升得很快 但同样的底蕴 也强了一大截 只是怕这样下去 太过逆天 后续结束太强了 那就要麻烦了 宁晨点了点头 很是欣慰 小白龙没有被一时的 进阶冲昏头脑 一直进阶而去 反而是停了下来 这样的做法很正确 毕竟有着龙血石 提升小白龙的血脉之力 他的天赋潜力 在不断增加着 将来就算是突破大城 也极有可能 如果现在贪图一时之快 而增加进阶大城的 结束难度 那可是哭都没地方哭的 你们准备一下 最近几年 我会带几个人出去 有大行动 突然 宁晨神色一下子慎重了起来 双眸中闪过一道寒光 看向着王禄等人 沉生出口 天魔族屡次入侵纯阳城 而且对人族包藏祸心 这让宁晨一直留心 在对付那天魔大城修士的时候 石佛之中所释放而出的 那佛陀虚影的威能 让宁晨眼前一亮 在闭关的这段时间中 他好好研究了一番 那石台的佛陀虚影 这东西 对天魔族魔器 好像有一种天然的克制之效 只要石佛附近出现魔器 那佛陀虚影 自然就会出手 对于其他种族的神通 术法 这石佛却毫无反应 普普通通的 就好像真的是一块石头 有了这石佛在手 宁晨便对天魔族起了心思 他打算主动出击 有道是 先下手为强 宁晨计划打破被动位置 让天魔族成为被动的一方 他要带领纯阳城门下的一些合体 去天魔族领地 给天魔族一个深刻的教训 同时 这一次获得了天魔族的 大城七修士的储物戒指 可是让他血肥了一波 这种好事情 他自然要把握住 一旁的众人听了宁晨的话 面面相去 都是闪过一丝兴奋之色 小白龙看着宁晨的神色 顿时振奋说道 主人一定要带着我 我纯阳城在灵界崛起 怎么能少得了我 王禄则是兴奋之中 带着一丝好奇 问道 城主 到底是什么行动 可以透露一二吗 宁晨心中一动 此时这些门下之人 也都成了气候 最难得的是 这么多的合体之修 都对他忠心耿耿 跟他们提前透露一点 倒是也并未不可 天魔族屡次来犯我人族 而且 光是我纯阳城领地 就被他们入侵了两次 这口气我可忍不了了 宁晨心中早已经计划 想要对天魔族干一票大的 如今纯阳城兵强马壮 加上他又有专门 克制天魔族的手段 时机正好 我说城主怎么迟迟没有行动 原来是一直在隐忍着 早就该这样了 宁晨话音一落 王禄宁笑着 大喊了一声 双眸中露出了兴奋的战役 别人打我一拳 我就还他一刀 以后只有我纯阳城惹别人 没有别人敢来惹我纯阳城 小白龙也是傲然发声 龙眸之中同样战役惊人 大家早就憋着一口气了 城主随时召唤我等前来 我们都是随时准备 庞青云话不多说 向着宁晨抱拳发声 双眸坚定 好 宁晨背负双手 挺直的身躯之中 隐忍着无限的战役 只是说了一个好字 而后看向天际 闪身之下 消失在纯阳城中 宁晨要对天魔族触手的消息 很快便在合体修士之间 小范围地传开 纯阳城虽然表面上 没有任何一样 可暗中 合体修士 一个个都是做着积极的准备 风雨欲来 另外一边 宁晨却是独自回到了洞府 通过传音令牌 联系到了天道盟的总部 见到了天道盟的大长老的虚意 原先 称呼宁晨为小友的天道盟大长老 如今一见宁晨 却一改往日的态度 躬身弯腰 露出恭敬之色 见过道友 修真界向来 不是靠年龄来定长幼尊卑 唯一的标准 只有修为 宁晨灭杀天魔族大成的消息 早已经传遍了整个人族 就算是大长老 都对他无比敬重 宁晨知道多说无用 开门见山说道 大长老 给我找一些关于天魔族的资料 大长老一听 手中灵光一闪之下 递给了宁晨一个灵光闪闪的玉佩 说道 这玉佩之中 有我天道盟的收集的资料 当中记载了不只是天魔族的情况 还有很多灵界各族的情报 很多都是人族前辈 以姓名换来的 一听此话 宁晨瞬间明白了 手中的这玉佩的珍贵程度 随后 大长老直接说道 盟中三位大成妻的前辈 已经传下了法令 道友你 已经位列我天道盟的副盟主 地位仅在三位盟主之下 这副盟主是 专门为道友设立的 而这玉佩 便是我天道盟的盟主信武 听见这话 宁晨显示内心震惊了一下 随后神态如常 没有多说什么 双手抱拳 然后直接将那玉佩收了起来 别的根本不用说 单单是宁晨灭杀一位天魔大成 就为人族立下了赫赫之功 毕竟陷入今天魔族 一直在威胁人族的地位 甚至还不断蚕食人族地盘 能进行有力回击 也能让天魔族的人 多几分忌惮 这样一来 宁晨晋升副盟主之位 理所应当 而有了天道盟的内部资料 很多原先不知道的灵界事情 宁晨逐渐也是可以明白了 要知道 灵界广袤 新密众多 纯阳城所不知道的东西 还是有很多的 毕竟 纯阳城崛起速度太快 还是有不少短板的 第1388章 出征 随着宁晨成为天道盟副盟主之职 有着天道盟做后盾 以前那些不明显的短板 也能够渐渐地补充完整 从而成为人族 货真价实的强大势力 将玉佩给了宁晨之后 大长老拾去的消散身形 没入那一块传音令牌之中 消失不见 这玉佩是天道盟特意制作成 名为弥陵佩 有着穿越虚空之能 只要锁定气息 可独自穿行数百万里之遥 拥有它的主人 也拥有一定的护身之能 不仅如此 这玉佩之中 还储藏着关于灵界的大量信息 宁晨很快将神石 侵入了那弥陵域之中 顿时 一个巨大的广场 便出现在了它的石海之中 广场之上 有着一排排书架 无限延伸了出去 有着无数的藏书 宁晨很快找到了 关于天魔族的一些信息 毕竟他要对天魔族动手 事先的情报和准备 是要做充足的 宁晨是胆大 可却并不是愣投青 从来不会打无准备的仗 经过数年的研究 天魔族的信息 便被宁晨研究明白了 而且 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 他还获知了很多灵界的新秘 比如灵界之上的仙界 而且 灵界万族之中 排名靠前的一些种族 现在还能和仙界那些强大的存在 保持着联系 人族便是这其中的一个种族 天魔族也不愧是灵界第二大种族 人族所知的大乘修士 就有二十七八位之多 要知道 整个人族的大乘修士 明面上的加起来 也不过一手之数 而天魔族和人族接壤的地方 就有着四五位大乘修士存在 得知这一情况之后 宁晨也彻底明白了 为何当初他将天魔大乘灭杀之后 为何会引发那么大的反应 每一位大乘修士 都是一个种族的擎天柱 任何一个倒下 都是一个种族的大震动 像人族这样的小族 就根本无法承受 损失一位大乘修士的后果 转念一想 宁晨对地球真实世界的神秘和强大 又多了更多的疑惑和好奇 在无数年前 那个世界到底什么样的世界 难道已经是堪比仙界的存在了吗 查探清楚了天魔族的信息 宁晨闪身 直接来到淳阳城上空 战役临天 向着众多门人传音而出 彼时 朱燕在神兽堂之中 盘膝闭关 一副庄严肃穆之色 身上的气息 赫然已经达到了 合体初期巅峰的程度 一听到宁晨的传音 双眸豁然之间睁开 呲牙咧嘴间 散发出了滔天的战意 一闪之下 化成一道灰光 便向宁晨击射而去 神兽堂中 如今又新增了两位合体器的存在 乃是九天明灭虫和黑蛇 他们在获得合体机缘之后 也是成为了合体器的大妖修 黑蛇因为在秘境之中 也活了数十万年 底蕴扎实 一份合体机缘到手之后 水到渠成就突破了境界 而九天明灭虫却是了不得 他突破之后 身躯更加的透明 气息比起炼虚时候都要隐晦 而且 那一身虫毒更是高深莫测 就算朱燕 也不敢轻易招惹他 另外一边 庞青云 王璐 红韵 周双姐妹 众多修士一个个 都在收到宁晨传音的第一时间 向他靠拢而来 周燕玲和红韵 也都是最近两年 突破到了合体器 特别是周燕玲 在阵法之道上 得到了宁晨的帮助 大有掌镜 周双姐妹联手之下 这阵法水平 已经不逊于当初的云轩仙子了 突然 一声惊天动地的龙银之声响起 一道银灿灿的巨龙 突然出现在天际 蜿蜒盘旋之后 化成了十几丈长短 荧光一闪 小白龙便直接落到了 宁晨的双脚底部 主动呈担起了宁晨坐骑之职 此次出战 养我纯阳城之威 要让灵界所有的种族以后 都不敢轻易招惹人族 更不敢轻易招惹我纯阳城 开战 宁晨双手赴后 一脸的平静 只有那冰寒的双眸之中 释放出了森森的杀意 发出了一声吏喝之声 战 战 战 回应他的是一众合体高手的灵天战役 这么多的合体聚集在一起 有远古神兽 有阵法大师 有无双修饰 一时间 纯阳城的气势几乎达到了极限 朱燕 王鹿 紫雕 周霜 周燕玲 小白龙 此次随我出战 圣余之人留守纯阳城 关注我的传音令牌 随时准备支援 宁晨身躯挺之间 威严知己的声音散发而出 开始点降 被点到之人 兴奋的满脸通红 没有被点到之人脸上 闪过一丝短暂的失望之后 同样呐喊一声 宁晨的法指 无人敢不遵从 走 干脆利落一个字 小白龙化成一道白光 眨眼间融入虚空 宁晨率先走 剩余众人紧紧跟上 这一次 他们要经过人族排名第六的 大势力天云宗的地盘 借助天云宗的传颂阵 前往和天魔族接壤的人族领地 作战的计划 宁晨早已经准备妥当 人族前五势力 都各自有着一座巨大城池 作为大本营 天云宗排名第六 却是反其道而行 隐于群山峻岭 开宗立派 以修行谁属性功法 而扬名人族 族中传说 更是有一位大成修士作证 但外界不太相信 因为这一势力太过低调 人族十大超级势力 按照排名前后 分别是人王城 青州城 神庙城 神城 蛮城 天云宗 多宝门 耀王城 横月派和双子门 这些势力之中 神城的背后 便是神宫这方势力 剩余的势力 也各自有着各自的擅长方面 并不简单 不过随着淳阳城的横空出世 这样的排名 未来有一天 势必会受到影响 作战计划由宁城准备 一些后续需要补充灵力 治疗伤势的灵丹 王露也早已经提前 和龟灵子沟通好了 分别散发给了众人 两月之后 宁城一行 便赶到了天云宗 而这天云宗的宗主 也是一位天道盟中的人物 乃是天道盟大长老 特意为宁城联系 以便使用此宗的传送阵 这是一位白发苍苍 浑身白袍的老者 身上散发的气息温和广泊 却达到了合体后期之境 这一见到宁城 他便露出恭敬之色 甚至还恭身行礼 这不是因为宁城的身份 也不是因为他的修为 而是他此行的目的 这宗主已经了然 这对天魔族征战 重振人族威名之事 他全力配合 参见父盟主 宁城拂袖而动 谦和地笑道 我等要借用贵宗的传送阵一用 麻烦宗主行个方便 在宁城说完这话之后 这天云宗的宗主 环顾周围看了一下 当他感应到宁城身后 跟随着的众多合体修士 也是面色一变 露出了惊讶之色 这么强大的阵容 已经可以和一些老牌势力媲美了 真是没有想到 纯阳城发展得如此迅速 父盟主果然厉害 手下众人 一个个也都气势惊人 这位便是威名赫赫的霸将吧 还有这位镇师将 紫雕将 天云宗宗主笑赫赫的视线 扫过宁城身后众人 一团和气 王禄等人也和善地大笑 人族传说之中 王禄霸将之名 周双等紫雕将之名 都流传很广 也难怪这位宗主 一眼就认出来了 哈哈哈哈 宗主好眼力 宁城笑着回应 心情很不错 第1389章 魔影重重 大长老早已经跟我知会过了 你们需要的传送阵 早已经准备妥当 这段时间 天云宗的传送阵 专门控了出来 就是满足父盟主的需求 天云宗宗主看向宁城 恭敬出声 眼眸之中 也不免戴上了一抹好奇之色 宁城点了点头 露出了一丝笑容 说道 天云宗此次帮忙 纯阳城铭记于心 日后一定后报 天云宗宗主喜出望外 以如今宁城的身份 此话一出 那价值可是相当大的 不知道 能否多问一句 此次踏足天魔族的地界 是否有了足够的把握了 天云宗的宗主 一看就是老于事故之人 一眼看出了 宁城一行的目标甚大 但是也有几分担忧 此事暂时保密 相信不久之后 天云宗一定会知道的 宁城没有多说什么 这次对天魔族出手 他也只是对天道盟的高层 以及门下之人 透露过详细的消息 此次出手 主要打的就是一个措手不及 这是一个很好的战机 如果泄露出去 那就不好了 闻言 这天云宗的宗主 笑着抱拳说道 那我天云宗 就再次恭祝副盟主 齐开得胜了 宁城抱拳回应 转头看向王禄众人 走 一声令下 在天云宗的天极上人 带领之下 众人踏入了 那前往天魔族的 传颂阵中 随着传颂阵闪过一道灵光 天极上人看着 消失的宁城一行 眼眸之中的疑惑之色更甚 希望他们此行 一路顺利 不过那地方与我人族接壤 有多为天魔族的大乘妻 修饰作证 他真有着横扫魔族的能力吗 天极上人摸着下巴 沉吟着自言自语 突然 他眼中闪过了一道强光 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露出了一副不可置信之色 不可能吧 难道他的野心真的这么大 要去对付天魔大乘 难道他上一次 灭杀天魔大乘修饰 并不完全是侥幸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看他修为 也不过是合体后期啊 片刻后 天极上人 马上否定了自己的猜测 将头摇得和波浪鼓一样 可脸上那种极度震惊之色 却是久久没有散去 不说天云宗这边 在传颂阵的辅助之下 也就是眨眼的功夫 凝晨一行 在一阵强光闪烁中 出现在了一间简陋的小屋之中 小屋中 有一个面带风霜之色的年轻小伙子 皮肤有黑 嘴唇发白 化神后期的修为 见到凝晨一行之后 这小伙子一愣 不过在感受到这一伙人身上 那磅礴的威压之后 顿时变了脸色 跪幅下来 小子马赛 是人族巨魔官的守官兵士 众位前辈突然出现此地 是有何事吗 马赛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声音颤抖地出声询问 最近天魔族可还安静 是否侵犯过人族的边关 凝晨一袭轻衣 拂袖一动 将马赛从地上拉了起来 面色平静地出声问了一句 回答人的话 听说人族出了一个很厉害的人物 将天魔族的一个大成修士 都给灭杀了 本来天魔族一直在侵扰巨魔官 偏偏这段时间安静了下来 马赛说到那个厉害人物的时候 露出了一脸崇敬之色 凝晨身后的王露等人露出自豪之色 不过却都没有随意出声 泄露更多的信息 突然 马赛的眼前一花 众人便在他的眼前消失不见 边关将军府 王露等人闪身出现 静止去找寻将军府中 修为最高修士 一个炼虚初期的修士 像这种边关小城 负责之人的修为并不会太高 可却有人族修为高深的修士随时关注 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 后续的力量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赶来 灵界各族都是相同的模式 人群之中却偏偏少了宁晨身影 宁晨将王露等人安顿好 他独自一人 直接进入了天魔族的领地之中 眼前的场景豁然一变 到处都充斥着漆黑的魔器 土地是一片深黑之色 上面所生长的植株也都是深色 他凌空而行 将气息隐藏到了最微弱的状态 很快看到了一座通体漆黑的边城 神石隐晖一扫 当终于得炼虚圆满修为的天魔修士 此处最强 宁晨凌空虚度 直接出现在了那天魔修士修行的洞府之中 此人乍一看到宁晨 面色大变 又一看是人族 却还大言不惭 发出一声利和之声 大胆人族修士 竟然来我天魔族领地 不想活了 宁晨神色冰冷 并未多说什么 屈指轻轻一谈 一缕五彩灵火刹那间而出 这加强版的灵火落在了天魔身上 刺拉一声响 这天魔眨眼之间 就被烧得灰烬都不剩 宁晨毫不停留 二话不说 向着天魔族的腹地 继续深入了下去 就这样 一路遇到了七八个天魔族的小势力 不过这些势力都被宁晨毁灭 期间 还遇见了一位合体出气的天魔 当即就是一枪过去 直接将其钉死在了一块石壁之上 这一日 宁晨在灭杀一个炼虚圆满的天魔之后 正要继续前行 此时 他已经深入天魔腹地数十万里 却是突然面色一变 转而露出了冷笑之色 融入虚空之中的身影 重新凝食 看向了一处虚空之中 道友既然来了 何必藏着掖着 出来便是 宁晨的话音一落 一阵怪笑之声响起 宛若夜宵暗题 嘎嘎嘎 你应该就是刚杀了魔力的 那个人族的小修士宁晨吧 果然是有些手段 竟然能够察觉到我的存在 话语间 黑气缭绕不停 黑气之中现出了一个面带协议 眼眸漆黑之极的巨大天魔 此魔族有七八丈高 头顶上有一根黑漆漆的巨大独角 只有一只眼睛 满脸都是带着邪义的杀气 身上的气息 赫然便是宁晨所熟悉的大乘境界 没错 正是人族宁谋 可即使面对此大魔 宁晨也是丝毫不惧 冷笑一声 迎着此天魔的眼睛看了过去 丝毫不演杀意 第1390章 独眼天魔 哼 你真的以为 偶然灭杀了我族 一位大乘气的天魔 在天魔的独眼之中露出了一丝激讽之色 冷笑着反问出声 我倒是想要试一试 宁晨轻笑一声 同样冷冷发声 哈哈 天魔族能够成为灵界第二大种族 不是你所想的那么简单的 你这是找死 独眼天魔狂笑起来 笑声还未彻底落下 滔天的魔气便汹涌而动 转瞬间就在他的身前 形成了一根巨大的长矛 长矛黑漆漆的模样 毛间冰冷无比 漠然间一闪 便向着宁晨的胸膛 静直地刺了过去 宁晨身形一闪 神色同样冰冷无比 满含杀意 他毫不客气 手中金光一闪 五根长短不一的破魔枪 就被召唤了出来 一闪之下 直接化成了五道金光 就向着独眼天魔而去 在行进过程中 破魔枪竟然发出了一丝丝风雷之声 还释放出了一道道金色的闪电 将周围的魔气也抵挡一空 独眼天魔的眼睛眯了起来 看着迎面来的破魔枪 露出了凝重之色 此宝是何物 天魔双臂疯狂挥舞 口中更是传出了一阵阵邪义的咒语之声 好像是从天外而来 此时 在他的身前 竟然出现了一个圆形的漩涡 漩涡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吸扯着附近的一切 甚至就连同虚空 这漩涡也吸扯之间 出现了道道虚空裂纹 声势很是惊人 显然 这天魔并未完全了解宁晨的手段 当日在灭杀那大城天魔之后 宁晨特意在纯阳城传下法旨 让当日有关斗法的信息 绝对不能泄露 以至于现在 天魔族的人 还不知道破魔枪的存在 看到那漩涡出现 宁晨微微变色 不愧是大城天魔 动辄就能够引起虚空的不稳 这漩涡的威能 足可以比得上一般合体后期修饰 全力一击的百倍 宁晨挥动衣袖 不管这漩涡巨大的威能 那五支破魔枪 散发着阵阵金光 静止便向着 那天魔所召唤 而出的漩涡静止刺去 金色闪电 从破魔枪上释放而出 汇聚而成 一条金色雷蛇突现 向着那漩涡狠狠撞击而去 哄 一阵巨响传来 魔气四荡 在金蛇雷蛇的威能之下 四周的魔气 就好像遇到了天敌一般 争先恐后地先后退去 不过那漩涡 还依然留在最中心 和金色雷蛇对峙起来 在天魔的咒语声中 竟然没有丝毫不稳的迹象 就在这时 宁晨双眸之中 寒光一闪而逝 悄无声息将 他手中便轻轻地拿上了那石佛 立刻一声 猛地将石佛 向着那漩涡丢了过去 嗡 一声嗡鸣之声响起 在接触到魔气的刹那间 那石佛竟然猛然间 散发出了一圈圈的金光 阿弥陀佛 一声庄严肃目的佛号声响起 在石台的上空 一座巨大的金色佛陀虚影 隐隐出现 双手合十 那天魔在佛陀出现的一刹那间 发出了一声惨叫之声 他的身躯之上 竟然凭空燃起了一团金色的火焰 这是什么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啊 凄厉的惨叫之声传来 独眼天魔神色间 露出了极为惊恐之色 转身就想要逃走 可宁辰前面使用破魔枪 就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 关键时候 将石佛虚影拿出攻击的 此时想要逃走 显然已经迟了 根本不需要宁辰做什么 那石佛仿佛自带着灵智一般 在感应到了大成天魔 想要逃走的一瞬间 又发出了一声嗡鸣之声 漠然一闪 整个笼罩在了 那独眼天魔的头顶之上 释放出了一道道刺目的金光 凄厉惨叫之声四散 那漩涡早已经消散一空 就连同天魔 也在飞快地消融起来 就好像是烈日之下的 一点小小的积雪罢了 消散的速度极快 宁辰手掌一动 那五支破魔枪 便一闪之下 向着他而来 被他一收而起 冷眼看着在石佛之逐剑 消融的独眼天魔 对于他的惨叫之声 毫不所动 也就是半斩茶的功夫过去 那天魔便在石台佛陀虚影之下 彻底消散一空 当当一声 一枚那须戒指掉落在了地上 随着天魔被佛陀毁灭 那佛陀虚影一闪之下 重新回到了石台之中 宁辰挥手将石台收了起来 走了两步 来到了那天魔掉落那须戒指的地方 将戒指收了起来 这还不止 他屈指一弹 净化之后的无相灵火刺拉一声 应声而出 化成了两条五彩的火蛇 将四周扫过一遍 宁辰神石散发而出 确认未留下一丝痕迹之后 这才闪身离开 另外一边 当宁辰正和那天魔斗法的时候 王禄一行 也进入了天魔族的领地之中 他们人手 一根破魔枪在手 扫出着这领地之中的一切魔族 宁辰是隐秘气息暗中前行 顺带手解决一些魔族 可王禄一行 却是要将天魔族的领地攻占而下 所过之处 几乎有一半的天魔族人 被王禄几人灭杀 剩下一半四散而逃 杀得天魔族人尸横遍野 领地更是大片大片地 被攻占了下来 当五人合力 使用出了五支破魔枪 将两个天魔族的合体后期修饰 给灭杀之后 王禄环顾四周 将一切斗法的痕迹 都给破坏掉 速速打扫战场 前往下一处地方 剩下几人点头 纷纷施法 将斗法的痕迹打扫干净 这是宁辰特意交代的事情 将这两张底牌隐藏起来 突然爆发 对天魔族造成更大的杀伤力 如果不打扫战场 天魔族人通过打斗痕迹 查探到了破魔枪 和施佛陀虚影的存在 怕是会去寻找对策 毕竟天魔族是灵界第二大族 谁知道 他们的底蕴到底有多深厚 纵使没有对应之法 要是他们不断逃遁 不主动现身的话 那凝晨也会无比头痛 第1391章 人形天魔 很快 几人就将战场上的痕迹 扫除干净了 王禄目视前方 露出杀意 一声令下 继续向前 此时 他们深入天魔族腹地 已经四万里 距离凝晨还有不小的距离 庞青云突然面色一变 提醒说道 王禄 不要忘了城主的计划 在行进过程中 一定要和城主保持联系 王禄点点头 表示知道 挥手而动 率先向着前方击射了出去 据魔官城头之上 那位炼虚初期的将军 看着前方一望无际的魔族领地 神色将戴上了一抹震撼之色 这几位到底是做了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事 为何平日魔物横行的边关 如今却是一片死寂 这位将军百思不得其解 还专门派遣了修士 去探查了一番 得到的回报 却令他更为震惊 此时 他望着魔族领地 不由得喃喃自语 这几位不会 是把魔族的领地给攻下来了吧 这么生猛的事情 就算是在灵界 整个人族的修行历史上 都没有出现过 也难怪这位城主 到现在还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 另一方面 凝尘将和独眼天魔斗法之处 打扫干净之后 并没有继续向着 更深的魔族领地深入进去 而是漠然间 身上顿光一闪 向着西边的方向 前行匿迹而去 在原先的方向上 根据人族的情报得知 只存在一位天魔族的大乘之修 而凝尘此行的目标 便是大乘之修 如果继续深入 便是天魔族的更深腹地 很有可能被好几个大乘之修包围 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所以 凝尘转向而行 向着西边方向前行而去 一路上 他如法炮制 顺带手地灭杀了 两三个合体天魔 很快便在新的方向上 前行了五六千里的距离 这一日 凝尘来到了一处 山谷的入口之处 此处据人族的情报 这是天魔族的一个普通的领地 当中存在着一个 合体后期的天魔 如果能将这合体后期的天魔灭杀 倒是也不需此行 凝尘二话不说 便向着山谷中积舍而出 从山谷之中 传来了凄厉的群魔乱吼之声 魔气滔天 将天空都遮蔽得暗淡至极 凝尘神石早已经扫过山谷 知道里面最强气息 也就是那位合体后期的存在 便不管这些一闪而入 山谷之中 各种各样的天魔 遍布在山谷的每一处地方 有的只是一团充满邪义的虚影 有的身上散发出了诡异的火光 有的漆黑魔气缭绕着 看不清里面的具体 山谷之中 魔气的浓郁程度 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 凝尘一路隐秘身形 并未让更多的天魔发现踪影 向着山谷的最深处而去 一直都寻着那个合体后期的天魔 当他转过了一块巨大的青石 眼前的情景却是让他震住 跟他所想象中的情景并不一样 他的眼前 除了那位他一直流心的 合体后期的高手之外 竟然还有另外一个 浑身气息一丝不露之人 此人竟然和人族相差不多的模样 当看到凝尘出现的刹那 嘴角瞬间勾出了一缕邪笑 而凝尘的目标 是一位身材高大 人形牛头的天魔族人 而此时 这合体后期之人 竟然站在了这人族模样的 天魔族人的下手 一副以此人为首的模样 看到凝尘的出现 这个牛头天魔族人先是一愣 随后嘴角一扯 露出了一个争鸣至极的恶笑之色 在我们这地方 竟然还能如此好遇见 人族的高手主动前来送死的 说着 他顿时将神念散发了出来 死死盯着凝尘 眼眸之中已经出现杀意 你应该就是人族的凝尘吧 没想到小小人族 竟然还能够出现你这样的人物 真是了不起 那个人族模样的天魔族人 则是轻笑一声 看向凝尘淡淡发声 这一幕 让凝尘心头一紧 他神色虽然不变 可心中却是万分警惕了起来 难道是故意设下陷阱 等我入购 凝尘心中默默说了一声 已经暗暗地防备起来 这两位的突然出手 那人族模样的天魔族 不用多说 凝尘已经猜到 此人便是天魔族的大成之修 听了此人的话 凝尘紧闭双唇 并未说话 只是冷冷地盯着他看 同时 神念也散发而出 注意着旁边的 合体后期的天魔偷袭 哈哈 我本来也是人族 可入了天魔族的道 如今却也是堂堂的大成天魔 你又何必执着于人族的身份 看着凝尘的模样 那人族模样的 天魔却是哈哈一笑 双眸之中 释放出了诡异的光 盯住了凝尘轻笑出声 这倒是让凝尘吃了一惊 心中不由默默思量 难道此人真的是 双眸之中放出了寒光 冷冷对着那人出声 此话一出 场间的氛围瞬间凝制了起来 那个人族模样的天魔身上 气息赫然一声 真的便是大成修为 同时 他的双眸之中 眨眼间不再蕴含一点情感 看向了凝尘 冷冷说道 敬酒不吃吃罚酒 动手 他看向了那合体后期的高手 向他传令而出 他自己则是盘膝坐在一块青石上 一副吃定了凝尘的模样 结结结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竟然敢孤身入 我天魔族的领地之中 那合体后期的天魔 看向了宁晨 坏笑出声 宁晨并未搭话 冷冷地看着他 那牛手天魔手上黑光一闪 一个寒光闪闪的叉子 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叉子上面 赫然散发出 顶尖通天灵宝的气息 被此魔猛然间一掷 迎风而胀大 向着宁晨轰然间攻击了过去 宁晨手上金光一闪 一支破魔枪便闪现而出 毫不犹豫 迎着那巨大的黑叉 同样扔了出去 破魔枪并未胀大 枪的周身 只是有一圈圈的金黄电光 眨眼间 两件灵宝便碰撞在了一起 霹里啪啦间 那看上去威风凛凛的摩擦 便被宁晨的破魔枪给撞击而飞 身上的魔气 也是消散了大半 第1392章 黑魔宝剑 破魔枪依然灵光异异 一副风采依旧的模样 那合体后期的天魔族人 露出惊诧之色 惊疑不定看向破魔枪 惊呼出声 这是什么宝物 宁晨并未搭话 却是眼角余光不动声色 瞥了一眼那人形天魔 这人形天魔神态上 并没有什么变化 可眼底那一抹惊讶之色 却还是被宁晨捕捉到了 宁晨心中一动 心中暗道一声 原来这两人在此 不是故意等我 应该是我突然出现 正好碰到了这个人形天魔 他心中的担忧禁术消失 这两人如果不知道破魔枪的话 那更加不会知道 那是否虚影的存在 双眸中寒光一闪 宁晨挥手而动 眨眼间又是两柄金光闪闪的破魔枪 应声而出 一闪之下 便向着那合体后期的天魔而去 这合体后期的天魔 顾不上多想 立刻一声 周身魔气滔天 身前顿时便出现了一面 黑漆漆的盾牌 当当 两声响传出 两只破魔枪 眨眼间就落在了那面漆黑的盾牌之上 上面的魔气 顿时就像遇到了天敌一般 飞快地消散了起来 宁晨立色一闪 轰的一声 那黑漆漆的盾牌之上 竟然直接被两只破魔枪穿透 扑哧一声 两只破魔枪 直接穿透了那合体后期天魔的胸膛 在他不可置信的目光中 破魔枪上 释放出了一道道金色的光芒 直接将这个合体后期的天魔给震杀 而这一切 那个人形的天魔 都静静看在眼中 脸上不带一丝感情 就好像刚才死的是一个陌生人一般 道友可真是心境超烦 对于门下之人的死亡 情绪竟然能一丝波动都没有 宁谋可真是佩服 宁晨冷笑一声 双眸冷冷盯住了那人形天魔 讥讽出声 哈哈 区区一个合体后期的奴才罢了 就算死了 又有何可惜之处 他死得其所 让我明白了 为何你敢孤身一人 前来我天魔领地 人形天魔对于宁晨的讥讽 竟然毫不在意 哈哈大笑着 面上带着一丝得意的邪笑出声 宁晨沉默不语 冷冷地看向了那人形天魔 灵界传说 天魔族之人 罪过无情冷血 别说是童宗修士 就算是父子相残的事情 无时无刻都存在着杀戮 宁晨总算是亲眼见到了 天魔族人的狡诈无情 心中涌出一股厌恶之意 杀义一幕 如果我没有看错 你这灵宝所使用的材料 是上古奇珠 有点像似消失已久的 金雷荡魔竹 这类灵竹 天然便对魔器有克制之效 难怪以你一个合体后期之人 能灭杀我天魔大成修士 那人形天魔 突然目光一转 看向了悬浮在宁晨身旁 金光闪闪的破魔枪上 摸着下巴淡淡发声 眼底深处 却有着浓浓的贪婪之意 天魔大成之间 也同样争斗不休 如果此魔能够夺取宁晨的破魔枪 那对付同类的时候 无疑也有了一大杀气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宁晨心中一动 默默将此魔口中的 金雷荡魔竹 五个字记在了心中 他翻阅无数点击 也没有查找到 破魔枪所用金竹的具体名称和习信 却没想到 被一个天魔族大成修士给认了出来 有了这个名字 他自己对这金雷荡魔竹的了解 一定会更多 使用起来也更会得心应手了 哈哈 不过今天之后 你这灵宝就是我的了 我要将你生坑活泼 好久没有引用人族修士的鲜血了 你的味道一定很鲜美 人族天魔平静地说着 露出了一口森森的白牙 看上去异常的可怖 宁晨心中却满是厌武 挥动手臂 四肢破魔枪闪烁着金色的闪电 顿时便向着人形天魔攻击而去 噼里啪啦 一阵金色火花带闪电 四肢破魔枪 眨眼间就到了那人形天魔的面前 毫不客气便刺了过去 坑的一声 激荡起了阵阵的火花 在这人形天魔的面前 赫然便多了一面晶莹剔透的镜子 镜子的背面 一片漆黑 宛若一个漆黑广阔的世界 魔气森森将 此镜子竟然散发出了一种莫名的气息 那气息凝成熟悉 这镜子 赫然便是一件圣宝 竟然将四肢破魔枪 给直接抵挡住了 别说是你 就算是天神族的大成 都不敢轻易来我族找死 这黑魔宝剑被我祭练多年 就算惊雷荡魔族天然克制我族 可你这灵竹已经失去了灵性 我这宝剑想要抵挡 也不是什么难事 话语间 这人形天魔的眼眸中 杀意闪动着 他咒语升起 诡异的氛围之中 那晶莹剔透的镜面 竟然目然一转 照向了宁晨 宁晨顿时汗毛植树 好像无形中 被一只可怕的猛兽 盯上一般 刷的一下 出了一身的冷汗 这一瞬间 他真的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心道一声不好 手上一闪 急忙便将十台佛陀虚影 拿了出来 刚刚 他一直不拿出石佛 就是想要看看 这人形天魔 一副能够对付破魔枪的模样 他到底是有什么手段 此时 既然已经查探清楚 石佛还是越早拿出来越好 石佛一现 一声嗡鸣之声响起 一圈金色的连衣 以石佛为中心 刷的一下 扩散而开 阿弥陀佛 一声佛号响起 将人形天魔 那诡异的咒语声 直接给压落了下去 金色的佛陀虚影 在石佛的上空出现 那黑魔宝剑 虽然是圣宝 可在佛陀虚影之下 竟然也发出了一声哀鸣之声 倒转而回 好像遇到了天敌 人形天魔的施法被打断 他骇然问 看向了头顶的佛陀虚影 一脸的不可置信之色 这 究竟是何物 为何对我会有 这么强的压制之效 人形天魔的眼中 充满了无限的疑惑和恐惧 一声落下之后 眼中金光一闪 周身魔气荡漾 黑魔宝剑也顾不上收 就想要逃走 可一闪之下 砰的一声 直接从虚空之中 跌落了出来 而这周围的一些魔物 也是在佛陀虚影出现的 一瞬间被金光震杀 一个个根本就没有逃走的机会 便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所席卷 根本无法抵抗 便消散在了世间 第1393章 满是万字符文的金色屏障 以此地为圆 在周围十几帐内 形成了一个金色的罩子 这佛陀好像天生 就是克制天魔族的 而且一旦发现天魔族踪迹 马上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这金色罩子 明显就是佛陀虚影释放而出 困住人形天魔的 困住之后 当然就是震杀 到有现在 想要逃走 不觉太迟了吗 宁晨看着狼狈的人形天魔 却是冷笑了一声 淡淡发声 心中对于佛陀虚影的威能 又高看了一分 眨眼间 那佛陀虚影一闪 直接笼罩在了 那人形天魔的头顶之上 释放出了一道道的金光 金光之中 人形天魔 好像受到了剧烈的压制 身上魔气不断沸腾消失 而且 在佛陀虚影的镇压之下 他好像什么术法 都无法使用出来一样 徒劳的挣扎中 身上的气息 却是在飞快地减弱起来 道友 有话好好说 我宁愿成为道友奴仆 还请道友放过我这一次 没有办法下 人形天魔 发出了凄厉的咆哮之声 向着宁臣摇尾起连 宁臣却是面色平静 丝毫不为所动 别说他无法掌控石佛 只要佛陀虚影出现 石佛就像是镶嵌在虚空之中 不可动摇一般 就算是 他能够掌控石佛 收取一个天魔族人作为小弟 他想一想 也心中发寒 不知道何时 就被背后捅刀子了 宁臣一语不发 那佛陀之下的人形天魔 先是求饶 而后发出了怨毒 而凄厉的诅咒之声 宁臣 你逃不了的 这一次 你一定会死在我天魔族的领地之上 我诅咒你 文言 宁臣翻了一个白眼 佛陀之上精光更加强烈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功夫 那人形天魔的惨叫之声 便弱了下来 当往一声 那黑魔宝剑掉落在了地上 成为无主之物 而一枚那须戒指凌空下落 被宁臣一把抄在了手中 手一招 那黑魔宝剑也一闪之下而来 被宁臣收入了那须戒指之中 就这样 天魔族的第三位大臣修士 就死在了宁臣的手上 像上次一样 宁臣仔细打扫了一番战场 将斗法痕迹掩埋之后 便身形闪动 从此地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另外一方面 王禄等人也到了宁臣此时 所在的方向上 他们行进缓慢 一路行来 也灭杀了十几个合体器的天魔修士 此时 一行几人停留在了一处山洞之中 气息都是有些起伏不定起来 王禄 城主的方向没有丢吧 庞青云盘膝而坐 面色有些苍白 看向了微然挺立在洞口放哨的王禄 紧张询问 放心吧 庞老道 一路上你都问了几次了 王禄拿出了一个罗盘 看着上面代表着宁臣的那个灵点在闪动 回应了庞青云一声 这魔族领地的魔器真是厉害 普通修士竟然无法在此地生存 幸好我们拿了足够的恢复修为的灵丹 周双美眸闪闪 拿出了一颗灵光闪闪的灵丹 一口吞服了下去 有些气喘的发生 这一路行来 他们虽然战绩丰盛 队伍之中并未有任何伤亡 可修为却是有些虚浮起来 尽管有破魔枪之助 可想要灭杀一个合体天魔 也并不是简单之事 他们虽然一个个天赋惊人 和宁臣比起来 还是相差太多 于是 既然便临时找了一个隐蔽所在 默默利用身上的灵丹 开始恢复起了修为 宁臣不会有事吧 他可是孤身一人 周燕林美眸之中 会跟我们联系的 王禄摇了摇头 露出了肯定之色的说道 尽快恢复吧 城主说过 我们之间的距离 最好不要超过太远 看样子 城主的方向又有变化了 我们要尽快赶上才行 王禄突然画风一转 注意到了罗盘上 代表宁臣的小点 猛的一个转折 向着东边的方向去 便出声急忙提醒众人 王禄的声音落在 山洞顿时便安静了下来 众人都是不惜耗费灵丹 加快了修为的恢复速度 大约一个时辰之后 随着庞青云率先 睁开了双眸 周双姐妹 小白龙 朱燕等也相继睁开了眼眸 身上的气息 赫然已经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庞老头 你留一层主动向 主导之事暂时交给你了 网路间罗盘一扔 给了庞青云 他功法特殊 加上肉身之力强悍 能够一边赶路 一边恢复修为 好 我们出发 庞青云也不废话 一声令下 率先机事出 依靠着罗盘的指向 选了一个方向 几人也是毫不犹豫 紧随其后 天魔族腹地 一片广袤的盆地之中 魔气缭绕 几头巨大的漆黑蟒蛇 如同山月耸立 眼睛如同红灯笼 释放出星红的光泽 在漆黑的魔气之中 缓缓闪烁 在蟒蛇的最中心 有一座若隐若现的殿堂 长久的死记状态 好像被放逐在了 永恒的死亡中一般 突然 这座殿堂周围 魔气一荡 里面传出了一个愤怒的声音 放肆 是谁对我天魔族出手 短短几天时间 我族竟然损失了 三位大成大魔 这声音竟然是一个女子发出 虽然愤怒无比 却奇异地千娇百媚 听上去有一种 令人血脉奋章的欲望 不由生出 声音转瞬之间 又重新消失不见 殿堂好像又一次 陷入了长久的死记之中 片刻后 在那殿堂中 闪过一道黑光 黑光停留在了 一头蟒蛇的头顶 露出了一个 身材妖娆火辣 穿着一身漆黑光滑旗袍 光着白嫩嫩的 双脚的高大女子 女子五官精致至极 一双水灵灵的眼眸中 不自觉间露出了 无尽的诱惑 她遥望着某一个方向 双眸中冰冷宛若寒冰 露出了森冷至极的寒意 找死 两个字匆匆先红 如同烈焰一般的嘴唇间发出 黑光一闪 向着她所看着的方向 消失不见 第1394章 四大魔 现身 在一片到处都是漆黑蜘蛛的魔灵中 魔气滚滚 暗无天日 这里死寂无声 各种各样的魔虫 在魔灵之中游走而动 看上去奇异而恐怖 就在某一刻 魔灵之中的虚空 闪现出了波动 凝晨一息轻衣 缓缓现身而出 目光四嫂 打亮了这魔灵几眼 双眸之中闪过一抹思索之色 而后传出喃喃自语之声 我在这方向上 已经前行四万多里 可为何偏偏没有遇到 任何一个合体器的天魔修士 有些不对劲 他站在原地 眼中金光闪动着 沉思不语 有诡异的低肩魔虫 闻到了他的气息 向着他扑咬而来 密密麻麻一堆 随后却被凝晨身上 散发出来的一丝威压震煞 片刻后 他竟然脸上闪过一抹果断之色 竟然原地盘膝坐了下来 不再前行 而后 拿出了一块传音令牌 双唇微动之间 默默将所要说的话 通过令牌传递了出去 时间不长 突然 宁晨紧闭的双眸 豁然睁开 眼中闪过了一道金光 看向了魔灵上方的遥远天际 黑光闪动 那在天魔族腹地出现的 黑色旗袍魔女 竟然遥遥而来 停留在一株魔术的树顶 居高临下俯视宁晨 哥哥哥 果然是一个厉害的人 知道我要来 竟然还在此次 如此淡定地等我 魔女娇笑着 发出了勾魂射破的笑声 在笑的同时 那充满诱惑力的身躯 也在曼妙地摆动着 只有两只眼睛之中 蕴含着森冷之极的光 不含一丝感情 宁晨神色冰冷 冷冷地看着女子 对于她的魅惑之术 丝毫不为所动 神识散发而出 探查女子的修为 在这方向上一路行来 并没有发现 天魔族合体的踪迹之后 宁晨便已经明白 天魔族的高层 已然知道了她的存在 而且 她身处对方的地界 宁晨也笃定 对方能找到她 而且一定会来 索性盘息而坐 等待起了起来 神识扫视之下 她表面上不动声色 可内心却是一灵 这女人身上 气息竟然已经超过了 她所灭杀的那些 天魔大成高手 此女已然达到了 至少大成中期的修为 不过纵使内心惊讶 但宁晨神态依旧平静 迎着黑色旗袍 女子的眼眸 也冷冷地看得过去 这女子脸上的娇笑之色 骤然隐去 精美的脸颊上 显露出了毫不隐藏的杀意 韩生说道 你这人族 倒是厉害 以合体修为 逆罚我天魔族三位 大成七修士 若是不能将你熬炼魂魄 那是难以赎罪的 宁晨冷哼一声 说道 天魔屡次侵犯我人族领地 更是对我纯阳城出手 宁某如果不来天魔族一趟 真以为我人族好欺负不是 她的杀意同样迸发出来 丝毫不让 哥哥哥 在天魔族中 也没有什么人 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这小东西 还真有点意思 我乃是天魔族的圣女 可以引渡你来我天魔族 若是愿意 我可以求一位古魔出手 给你灌入魔戒 让你改修魔道 将来你的前途 肯定不会太差的 宁晨的强硬态度 顿时让这黑衣女子 有一种意料之外的反应 当即也是起了爱才之心 呵呵 我看还是算了吧 比起沦为天魔 我还是更愿意做人 宁晨低声地回应道 不识抬决 不要以为你 靠着一些偷偷摸摸的手段 杀了我族大魔 就真以为我天魔族 没有人能治得了你了 他本以为 只要他开口招揽 这宁晨一定会有所动容 可没想到 此时的宁晨 竟然会如此坚决 你们都出来吧 让这个狂妄的人族小子看一看 我们天魔族的实力 黑衣女子冷哼一声 向着周围的虚空说了一声 她的话音一落 宁晨周围的另外三个方向 虚空一闪 竟然又有三位大成天魔现身而出 一个人形模样 另外一人是一种魔虎一般的模样 却长着人的头颅 还有一个 则是体型只有拳头大小的魔虫 宁晨心脏狂跳 这一下子 真的有些出乎她的意料了 她没有想到 为了对付自己 这黑衣女子竟然召唤了 另外三位大成天魔的到来 难怪她在这个方向上 行进了四万里 竟然没有遇见什么大魔的踪迹 原来都被这女子归拢到了一起 节节节 没想到 这样一个小小的人族修士 竟然出动了 我族四位大魔 那虎心天魔 发出了充满邪恶之意的冷笑之声 盯着宁晨 就像是盯住了一盘绝佳的美味 此人到底有什么厉害的手段 竟然能灭杀 我族三位大魔 那人形天魔 摸着下巴 不怀好意地打量着宁晨 一副大咧咧好奇的模样 不管她有什么手段 今日也必将成为我等虐杀的对象 嘿嘿 那魔虫则是发出了兴奋的笑声 目光盯着宁晨 冒出了绿光 宁晨冷眼旁观 到了此时 竟然还一副平静的模样 竟然并不准备退走的模样 见宁晨这般平静的模样 那女子天魔神色一动 莫名地竟然心头 出现一丝不安 利色一闪 直接发出命令 别说废话 出手将此人灭杀 宁晨神色一动 深深看了这女子一眼 此女对于狮子薄兔 必尽全力的道理 果然认识深刻 就算是堂堂四位大成天魔 将她围困 也同样没有丝毫地放松 给我死了 另外三个大成天魔 竟然一副对黑衣女子 言听计从的模样 一听黑衣女子的话 二话不说 宁晨一柄漆黑的铁锤 飞速地向着宁晨撞了下来 另外两个天魔 也同时施展手段 向着宁晨攻击而来 哄 宁晨一个闪身 躲过了致命一击 但对方终究是大成七的修为 那迅猛的速度 冲击过来都让她有些发晕 而此时 那虎形天魔 没有给宁晨任何反应的时机 张嘴一吐 一个黑色光柱 同样散发着惊天动地的威力 向着宁晨轰击而来 宁晨面色一变 身形一闪 开始躲避三魔的攻击 不过这一刻 宁晨也是 暗自祭出了十台佛陀虚影 因为她也清楚 这才是她最大的仪仗 要是玩大了 她怕是很难脱身 第1395章 全力出手 手中拿着十台佛陀虚影 在那黑色的光柱 迎面攻击而来的时候 一声轻轻的嗡鸣之声出现 在宁晨的身前 便出现了一层薄薄的淡金色薄膜 瞬间将黑色光柱抵挡下来之后 紧接着将另外一个大成天魔的攻击 也稳稳地抵挡了下来 咦 这人族的小子 还真是有点门道 竟然将我们两个联手攻击抵挡了下来 这一幕 落在了两个天魔大成的眼中 两个顿时露出而来诧异之色 满脸的不可置信 他们可是堂堂大成妻 就算是对上任何一个种族的合体后期修饰 随手都可镇压 可眼前的宁晨 却是稳稳当当地 将他们两个的攻击抵挡了下来 丝毫伤势都没受 在一旁观战的魔族圣女 也是深深看了宁晨一眼 露出了些许的忌惮之色 连同他也没有看出 刚刚宁晨是 如何将两个下属的攻击抵挡下来的 这人族的小子 还真是有些门道 能将我族三大天魔灭杀 果然不是侥幸 魔族圣女喃喃自语着 尽力在虚空之中 不再动作 一心想要看清楚宁晨的手段之后 才准备出手 不过 他自己不出手 当然要让下属出手 双眸中寒光一闪 立刻一声 速战速决 看看这个人族小子 还有什么手段 我还不信 我族堂堂三大天魔 竟然还不能攻下 他一个合体后期人族 听了他的话 那三大天魔 瞬间就好像打了兴奋剂一样 身上魔气大冒 眼眸之中也冒着宏光 疯狂起来 小子 不管你如何挣扎 今日便是你的死气 那虎形天魔宁笑了一声 率先出手 身上嗡鸣一声之下 身前便出现了一柄威风凛凛的黑锤 黑锤之上 散发出烈烈之微 竟然是一剑圣宝级别的魔宝 另外两个 一个魔虫双翅飞速动作 发出震震嗡鸣声后 唰的一声 竟然在虚空之中消失不见 另外一个人形天魔 则是咒语声中 手中出现了一杆黑棋 一卷之下 便出现了一道道漆黑的锋刃 同样也还一剑圣宝级别的魔族宝物 跟随在这圣女身边的大乘天魔 果然富有 竟然人手一剑圣宝 两魔身形闪动 呈脊脚之势 将宁臣围困了起来 一副吃定宁臣的模样 宁臣右手紧紧握着石佛 左手则是灵光一闪 缥缈剑气出现 久已经没有出现的轩辕神剑 被他握在了手中 这还不止 他身上暗金色的灵光闪过 玄宁凯也刷的一下 穿在了他的身躯之上 至于其他的灵宝 在这样的场合 拿出来也没有用 五行玄灵印和玄宁盾等物 都没有达到圣宝的级别 面对这些大乘天魔 一不注意 很可能就被魔化了 正面的两个大乘天魔还好 有着石佛释放出的 金色薄膜暂时抵挡 可消失不见的那魔虫 和一旁虎视眈眈的魔族圣女 却是让宁臣心中不定 警惕之下 全副武装了起来 圣宝 果然不简单 难道这小子 就是凭借这件圣宝 将我族的那几个大乘灭杀的吗 圣女双眸一闪 视线落在了宁臣手中的 轩辕神剑上 尽管不明白 一个小小的人族合体后期 是怎么拥有这等品质的圣宝的 可对轩辕神剑 也不由地显露出了一抹忌惮之色 圣宝 这就是你的依仗吗 不免也太可笑了 结结结 虎形天魔头顶之上 那漆黑魔锤 滴溜溜转动不停 冒出一阵阵的魔气 不忘发出蛊惑之音 打击宁臣灵敌对战的决心 去 他邪笑声中 猛地向着宁臣一指 那黑锤顿时化成了一团黑光 轰然向着宁臣砸落了过去 而另外一个人形天魔 则是猛力地挥动起了巨大的黑旗 魔气滚滚间 不断有漆黑的 锋刃冒了出来 同样紧随着那黑锤 向着宁臣攻击而去 哄 一声巨响 黑锤砸落在了 那淡金色的薄木之上 让薄木发出了阵阵的涟漪 紧接着 那黑旗之上 密密麻麻地涌现了 无数漆黑的锋刃 同样也落在了薄木之上 宁臣手中的石佛 好像也感受到了 宁臣寻找合适战机的心意 并未像往常一样 刚出现就是权力状态 如今 只是释放出了淡金色的薄木 抵挡着如同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击 当薄木暂时将两魔的攻击 抵挡了下来的刹那间 宁臣双眸之中 利色一闪 手中轩辕神剑 猛地向着那个虎形的 天魔斩落而去 同时 他体内的剑道本源全力运转 一道飘渺的剑光出现 这片天地间 顿时便被一股犀利至极的味道 所笼罩起来 说来很慢 其实也就是一刹那的功夫 那一道飘渺的剑光 就一闪来到了那虎形天魔的身前 他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反应 而且对战之时 根本就没有想过 宁臣会主动还击 身前又没有任何的防御之物 刺了一伤 那虎形天魔的身躯 就被这一道飘渺的剑光 一割而开 伤了他的肉身 这一次 宁臣剑道本源 和圣保宣源神剑全力配合 发出的最厉害的一道剑光剑弓 不过这一击 依旧无法彻底地将一个天魔大成灭杀 虎形天魔看向宁臣 露出了怨毒之色 可他却没有继续出手 反而是看向了魔族圣女 然后选择了退居幕后 宁臣心中一急 不想此魔就这样走了 右手中的石佛 好像感应到了他的情绪 微微一热 一道金光刷的一下而出 一闪之下 便追上了那仓皇的虎形天魔 刺了 就像是火炭落在了冰块之上 随着虎形天魔 凄厉之极的惨叫之声响起 金光落在了他的身躯之上 冒出了一阵阵的黑雾 也就几个呼吸的时间 便将这虎形天魔的肉身 以及元神彻底融化一空 一头虎形天魔 就这样死在宁臣的手上 当当一声 一枚那须戒指掉落在地 第1396章 石佛成威 刚刚发生的一幕 顿时让剩余的三位大成天魔 都静意不定 魔女远远近利虚空 剩下的两个天魔 则是汇聚在了一起 深深看着宁臣 有一种不可置信之色 这个人族的合体后期修士 怎么这么生猛 不应该啊 就这样 宁臣独身和剩下的三位大成天魔对质 神色平静 心中却也是有些紧张 魔灵片刻间陷入了死寂之中 气氛却像要将周围的虚空 都要凝制一般沉重 如今 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局面 三位大成天魔 绝不可能放宁臣离去 宁臣本身也知道 如果无法镇杀他们 今日必是生死难料 他握紧了手中的石佛 暗自咬紧了牙 冷静无比的双眸中 出现了森寒的杀意 片刻后 宁臣首先打破了对峙状态 他正要招手 将那虎形天魔的那须戒指 给捞到手上 就在这时 却是面色猛的大便 连同那须戒指 也顾不上收取 猛的一转身 可好像已经迟了 在他的背后 那一只翘无声息将消失的魔虫 不知道何时绕了过去 魔虫张嘴一吐 一股黑油油的液体 就朝着宁臣的脊背 给喷了过来 这液体散发出一种诡异的味道 魔气纷纷聚集而来 竟然带动起了一丝丝的虚空涟漪 这液体看似无声无息 可宁臣却知道 一旦让这液体落在他的身躯之上 他很有可能当场丧命 渣渣都不剩 天魔族身为灵界第二大族 与他对战的 又是天魔族的大成之修 一些神通手段 都是难以想象 人族小子 不管你刚才到底用了何种手段 今日我必杀你 让你也见识一下我的魔毒之味 此时 一阵阵的微能波动 可偏偏那黑色的液体 却没能落在宁臣的身上 魔族圣女面色一变 那魔虫也同样目光一闪 露出了意外之色 两人仔细一看 这才看明白了 原来宁臣的面门前 又出现了那一层淡金色的护盾 将那黑色的液体 在最后的关头给拦截了下来 宁臣悄然松了一口气 表面上看上去 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 可内心却还是有一种 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他明白 石佛还是终于在 最关键的时候起了作用 保护着他 可他手中的石佛 在不久前释放出金光 将那虎形天魔的 元神灭杀之后 其显示出来的虚影 明显暗淡了一些 如今 防御金兆再一次出现 替他挡下了攻击 宁臣心生感应 这石佛微能减弱得更加迅速了 这时候 魔族圣女和圣下的 那个魔族大成修士 也反映了过来 圣女看向了 淡金色的护盾 冷哼了一声 说道 这究竟是何物 竟然能将魔虫的魔独 给抵挡下来 随着魔族圣女的 话音落下 他所看着的金色护盾 竟然围绕着宁臣 发出淡淡的灵光 竟然将他全身 都严严实实地保护了起来 他以合体器的修为 面对数位大成器的 天魔族修士 还真是显得太多乏力 若非有识佛相助 他现在根本就 没有活着的机会 自此 宁臣对于天魔族的底蕴 也是有了更深的认知 幸好在等着几人现身之前 他已经第一时间 通知了王禄等人 王禄等人 已经遵循他的安排 渐渐地退出了 天魔族的领地 以免被这些天魔族的 大修发现之后 对他产生掣褶 师佛 这次真靠你了 看看我们能不能 杀出一条血路 宁臣捏紧了手中的师佛 心中不由地赞叹了一声 按照他的估计 虽然师佛威能 在渐渐减弱 可对付眼前三魔 应该是足够的 这一次天魔领地之行 要不是这师佛 他根本无法取得 这么大的战果 身形一闪 转变方向 挺直腰杆 冷冷地重新对上了 他面前剩下的 三位魔族大成 天魔族侵犯我人族领地 明谋此次前来 就是要告诉天魔族 我人族不是好欺负的 有师佛做依靠的宁臣 脸上露出了强硬之色 就算是面对 三大魔族大成之羞 也是毫无畏惧 真是找死 你人族只是一个卑微小族 活该被我天魔族侵略 你竟然敢在此地 大言不惭 宁臣的话 让魔族圣女差点气炸 眼眸之中怒火喷涌 向着宁臣立鹤了一声 宁臣面色平静 双眸中不带一丝感情 冷冷盯住 剩下三个魔族大成 速战速决 这人族有点邪乎 你们两个小心一点 别再着了他的道 魔族圣女 看向了那魔虫和人形天魔 向着他们两个立鹤了一声 随着魔族圣女一声令下 那两个大成天魔 也是怒火汹涌 人形天魔 更是疯狂地舞动 那敢漆黑的大旗 而那魔虫 则是发出了一种诡异的声音 双翅一闪 向着宁臣刷的一下 重新冲了过来 第1397章 魔戒痕迹 宁臣眸光一闪 手中薛圆神剑 再一次迅猛披落 同时 见到本源全力运转 一道飘渺剑气 应声而出 不止如此 一道剑气之后 宁臣毫不犹豫 又是将薛圆神剑抬高落下 另外一道剑气 应声而出 两道剑气应声而出 就算是以宁臣的底蕴 面色也已经隐隐有些发白了 两道剑气 分别向着那魔虫 和人形天魔攻击而去 哥哥哥 剑到本源 不愧是赫赫有名的攻法手段 加上你这圣宝神剑 倒是真的有可能和我足大乘一战 只是可惜了 以后你都没有这个机会了 就在宁臣两道剑气 分别攻出之后 魔族圣女 却是露出了一抹狡诈之色 充满魅惑之力的哥哥笑声 在虚空之中响了起来 手中捏了一个奇异的印记 顿时 她的面前便出现了一柄 巨大的漆黑长枪 她身形向前 那巨大漆黑长枪 也跟着向着宁臣狠狠地刺了过来 转瞬间 长枪就到了宁臣的身前胸口之处 这长枪 比起另外两个天魔所使用的 相当于圣宝的魔宝气息 竟然还要惊人 哥哥哥 你这金木护盾 倒是颇有些惊人 可真的能抵挡得住 我这杀千枪的攻击吗 魔女看着宁臣 就像是在看一个志同 她身为魔族圣女 从小就天赋惊人 在突破合体的时候 直接沟通了魔界的一尊古魔 意外获得了正统的传承 不管是她所修行的功法 还是所使用的魔宝 比起普通的魔族大乘高手来说 都要高上一个等级不止 当日给她传承的那魔界古魔 甚至做出了承诺 只要魔族圣女修为 达到了飞升的水平 她还会亲自接引 所以 这魔女在整个天魔族的地位 相当特殊 尽管她不是修为最厉害的人物 可偏偏 却想有天魔族绝对的地位 和优势待遇 还可以驱使天魔族 不少的大乘修士 否则 这魔女也无法一次性 便能够带来三位大乘修士 供她驱使利用了 此时 她的心中早已经充满了 笃定的意味 自以为看透了宁臣的全部手段 选择在宁臣最弱的时候 果断出手 要说这魔女的手段 不可谓不独 可她是狡诈无比 宁臣却也不是吃素 就在那魔女靠得她最近的时候 她心中猛的一跳 知道祭出石佛的最佳时间已经到来 前面的斗法之中 魔女一直都是远远地看着 宁臣附近 总有另外三大天魔牵制 宁臣就算是释放出石佛 也很有可能让这魔女逃走 如今 这么近的距离之内 宁臣心中的石头已然落地 不由嘴角勾出了一丝神秘的笑容 哪里有魔女所想象中的那种恐惧神色 见到宁臣的神色 魔女心中的那一抹不安之意 飞速放大 她已经顾不上攻击宁臣 就想要飞退 可哪里还有时间 宁臣手中石佛毫不客气 一扔而出 一声嗡鸣之声响起 在石佛的四周 顿时便出现了一圈刺目的金光 见光猛的一散 将魔女牢牢地困在了其中 石佛凌空飘浮 上面那个佛陀的虚影再一次出现 金刚怒目 双手合十 在死死盯着下方的魔女 阿弥陀佛 一声佛号响起 佛陀虚影便猛的一闪 出现在了魔女的头顶 向她镇压而来 吃吃 随着细微的声音响起 魔女身上漆飞的魔气狂冒而出 她也发出了一声惨叫之声 惊恐咆哮 这 这是一尊古佛 你们两个蠢货 快点来救我 如果我死在此地 古魔大人是不会放过 你们两个的 魔女终于在佛陀的进化之下 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 发出了尖锐的咆哮之声 随着佛陀上面的金光越发刺目 魔女马上就要被彻底进化一般 宁臣神色平静 由着佛陀虚影对付魔女 她暂时能够抽开身了 二话不说 掏出了一把灵丹 便一股脑地吞入了口中 刚刚因为应用轩缘神剑 而略有些损失的体内元气 在刹那间被弥补了回来 宁臣咬牙发痕 手中轩缘神剑连续两次狠狠挥动 顿时 一股巨大的吸力 从轩缘神剑上面传来 将她体内修为几乎一刹那间吸干 而两道剑气也应声而出 在那两个大乘天魔 正准备出手之时 再一次被干扰了 甚至那人形天魔 为了去救圣女 还被一道剑气斩中 刺了 那人形天魔被一剑斩中 手持的一面魔旗 也被剑气轰落 而这一刻 原本在对付魔女的古佛虚影 相似感应到了什么 突然微微抬头 目光朝着宁臣这边望了过来 单手一指 便用一道金光 穿透了这人形天魔的身躯 瞬间让其身死倒消 而看见这一幕 那飞在半空的魔虫 无比惶恐 甚至已经心生退役 如今连惨叫声也有气无力 气息在不断衰弱 我不能死在这里 这魔虫挥动翅膀 快速地顿入虚空 看样子是已经下定决心 远顿此地 不过虚空之中的佛陀虚影 像是早已经料到一般 单手一挥 当即形成了一股巨大吸引 将这不知道 已经逃顿多远的魔虫 隔空抓了回来 随后这佛陀怒目原睁 单手一捏 将这魔虫直接震杀 在震杀了这魔虫之后 他重新恢复到了一副慈态 进化的过程 持续了一炷香的时间 就在宁臣已经打扫战场 收集三位已经陨落的 魔族大乘七修士的 储物届时候 这魔女的身上 却是在即将死亡的刹那间 涌出了一股无上的魔族气息 第1398章 古魔的怒火 此时 她的身上竟然冒出了 一个漆黑的特殊符文 这符文抵挡住了 佛陀的进化手段 是谁如此大胆 竟然敢杀我的徒儿 从符文之中 传来了一个愤怒的声音 声音中带着浓浓的警告一味 濒临死亡的魔女 顿时就像是 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发出了请求之声 断断续续说道 古魔师尊 请出手救我呀 文言 宁臣立马反应过来了 这符文 竟然是远在魔界的古魔 留在这魔女身上的保命之物 宁臣眸光一闪 心中狠狠跳了一下 她这次的动静 已经这么大了吗 竟然引出了一尊魔界的古魔 要知道 魔界的古魔 可是和仙界平行的世界 当中的古魔 露出了宁众之色 在利用石佛对付魔族之人的过程中 宁臣一向都是势如破竹 这些时日 一共强势震杀了 足足六位大成天魔 这样惊人的战果 都是手中的石佛带来的 一路行来 宁臣本身也对石佛 充满了好奇之意 如今诈一看到石佛的神通受挫 立马也是警惕了起来 原来是一尊古佛的虚影 我说什么东西 能够对我魔族 有这么强烈的克制作用吗 不过在灵界 怎么还会有古佛 遗留下来的东西 这种程度的东西 也只有那些仙剑的老顽固 才会有啊 奇怪 真是奇怪 当宁臣紧盯着那黑色符文之时 符文中又一次传来了 那个来自魔界的声音 人族的小子 现在退去 我可不杀你 片刻后 那黑色符文之中 传来了那魔界之人的声音 宁臣目光中带着一丝怒意 面向那黑色符文强硬回复 退是不可能退的 要不然 你让这魔女 交出身上的一切 我可以考虑不杀她 她还有石佛在手 并不会太过害怕 若是这古魔 真有无上手段 纵使宁臣现在选择退走 也是难逃一死 所以 还不如硬气到底 有着黑色符文在前抵挡 被佛陀虚影镇压的魔女 有了喘息之机 只见她不知道吞服了什么丹药 身上的气息 竟然开始恢复了起来 哼 在我面前 还敢大言不惭 如果你现在跪地求饶 那我还能饶你一命 甚至可以给你醍醐灌顶 让你加入我们魔族 听了宁臣的话 那黑色符文之中 马上传来了充满杀气的声音 宁臣双眸中金光一闪 并未说话 场面又一次安静了下来 片刻之后 黑色符文之中 那魔戒之人的声音再一次传来 更显森冷杀意 本尊问话 竟然拒不回答 如此傲慢 真是该杀 他一直都强硬至极 可话语落下之后 却并未采取任何有效的手段 这让宁臣心中一动 冷笑了一声 这人看似厉害 可都是一副色力内忍的模样 不会是在装枪做事吧 阁下想要下劲来 恐怕不容易吧 魔戒和灵戒之间 有着天道的阻隔 你想必只是在天魔族 这位圣女身上 留下了一道印记而已 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威能吧 宁臣冷笑一声 声音平静 突然出声 放肆 一听宁臣此话 那魔戒的骨魔 瞬间就像是炸了毛一般 声音中带着难以想象的怒火 可依然并未对宁臣出手 宁臣看向被困住的 天魔族圣女 不再忌惮 拿出薛云神剑 朝着她斩杀而去 而这一刻 石佛像四也受到了感应 释放出来的金光更加强盛 佛陀虚影也更加巨大起来 轰的一声 那黑色符文被佛陀金光压制 上面的黑光飞速消散了起来 已经无法抵挡金光的侵入 金光再一次照耀在了 正在全力恢复的那魔女的身上 宁臣 我要杀了你 一旦我从此地脱困而出 要将你抽魂夺破 魔女发出了一声激烈的咆哮之声 身上刚刚恢复的一点修为 也在缓缓地消散起来 她充满了怨毒的双眸 看向了宁臣 发出了深深的诅咒 人族小辈 只要你这一次将我这徒儿放走 我可送你一场机缘 我知道不少灵界星灭 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境入口 都可以告诉你 这时候 那魔剑那人却不再强硬 声音从符文之中发出 传出了诱惑之音 宁臣现在却已经彻底明了 此魔留在魔女身上的符文 也只不过是有这一点传音效用罢了 就算此魔法力通天 可也无法通过符文施展神通手段 来攻击宁臣 得知这一切后 宁臣冷哼了一声 严生地说道 阁下原来一直都是外强中干啊 那你就没有资格和我谈判对话了 宁臣眼中闪过杀意 直接拒绝了和古魔的交谈 关于灵界星秘 各大隐藏秘境的入口 宁臣当然感兴趣 可这是从古魔口中说出来的话 他可一点不敢相信 免得被他给坑了 此时 石佛散发的金光 正在不断净化魔女 那魔女传出了 凄厉至极的惨叫之声 在咒骂宁臣之后 转而继续向古魔求救 师尊 你救救我呀 一见宁臣油盐不尽 一心想要灭杀魔女的模样 那符文声音的主人 也终于不在淡定 这一次 他发出的声音 却是不带一丝感情起来 你当真以为 我就拿你一点办法 都没有了吗 卑微人足 低贱的就像是地上的一只爬虫 却敢屡次拒咎我的好意 声音之中 黑色的符文之上 冒出了一团黑雾 隐约将黑雾涌动 竟然形成了一个人形 这人形刷的一下 一闪直接没入了魔女的眉心之中 魔女身躯骤然挺直僵硬 双眸刹那间漆黑无比 涌出了一道道森冷的黑光 他不再惨叫 而是缓缓转移头颅 盯住了宁臣 发出了似男非男 似女非女的诡异声音 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这就让你知道 我们魔族真正的魔道神通 是怎么样的存在 第1399章 佛魔之争 这种诡异的气氛 让凝尘心中一领 此时 只见魔女的身躯周围 赫然形成了一道道黑光 黑光和那佛陀的金光交相辉映 隐隐有了一种 不相上下的局面形成 佛陀目光严厉了起来 散发出了无比刺目的金色佛光 像是一轮金色的太阳 可此时魔女身上的魔光 显然也并非普通之物 竟然短时间内 直接抵挡住了金光 让净化的过程停滞了下来 阿弥陀佛 邪不胜正 我佛慈悲 佛陀虚影双手合十 一脸慈悲之色 同时还念动了一声佛号 可这声音宛若雷霆震动 向着四周荡漾而开 净化着无数的魔气 而原本还能抵抗的魔光 此时突然被驱散了起来 看见这一幕的魔女 面色一变 惊呼出声 这究竟是怎样存在的古佛 这个人族的小子 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 竟然有这样的东西 罢了 我这一道印记 今日就散去好了 在震惊之余 这魔女争鸣一笑 双手飞快地动作着 结着诡异的印记 同时 一种远古的奇异语言 从她的双唇之间迸发了出来 渐渐地 这魔女身上的魔气 变得越来越浓郁 甚至还出现了一道黑光 像是将其包裹住了一般 要带着她顿走 而这些浓郁的魔气 也是在不断削弱佛陀 释放出来的金光 这一刻 凝晨清晰地感觉到 那石台上的佛陀虚影 又明显暗淡了不少 不好 要逃了吗 看见魔女的动作 明晨惊呼了一声 而此时 金色佛陀却早已经掀她而动 她本来合适的双手 突然捏出了一道佛门的禅印 磨面 嗡明声从佛陀的口中传出 她的那个禅印 向着魔女一指 一道金色光线 从她那印记之中出现 金光一闪 便向着魔女攻击了过去 魔女面色一变 身前黑光闪烁 除了快速顿走之外 她身上还出现了四五件护体魔器 砰的一声轻响之声传出 最前面的一面盾牌 被金色光线轻易地一穿而过 没有激起任何的波澜 而后声音渐高 又连续几声的响动 金色的光线 直接穿透了魔女的护身魔器 落在了她的身上 一声短促的惨叫声响起 她身上浓郁黑光 也开始逐渐消散 这一刻 她身上的黑色符纹 已经彻底被毁 随着这黑色符纹被毁 那魔女失去了力量支撑 身体一歪 便躺倒在了地上 佛陀一声佛号 重新笼罩在了她的上空 再一次开始进化起来 宁晨也看得出来 这佛魔之争 佛陀虚影更胜一筹 已经将那尊骨魔的印记镇压毁掉了 现在眼前的魔女 已经没有了任何外援 只能坐以待毙了 宁晨 求你饶我一条性命 我愿意今后为奴为仆 只求你能放过我这一次 魔女在那佛光之中痛苦地挣扎 脸上的表情也变得相当地扭曲 失去了硬气 开始向着宁晨发出了祈求 宁晨心中一动 这魔女可是一个大乘中期的高手 如果真能收服 以后可是多了一个超级保镖了 不过以魔女的本事 她自己如果不借助实佛的帮助 根本无法轻易降服 宁晨一时间并未说话 而是静静看着这个进化的过程 这次时间并不长 也就是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魔女身上的气息已经衰弱 当魔女身上的魔气完全消失的刹那间 宁晨发现十台佛陀虚影 已然是彻底暗淡了 金光已经逐渐消散 看见这一幕 宁晨也是无比惊慌 什么情况 关键时刻 不行了吗 女魔女趴伏在地上 露出了可怜兮兮的姿态 看向宁晨 美眸寒泪 求求你 放过我这一次 以后你便是我的主人 让我做什么 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魔女虚弱无比 有气无力地说着 我 我怎么能相信你 宁晨虽然无比紧张 但神色依然无比平静 双眸冷冷盯着魔女 声音如同寒冰地问了一声 要是这魔女还有出手的底蕴 那她相当危险 所以 她也做好了补刀的准备 我愿意献出一部分的神魂 只要我的神魂在你的手中 纵使我有大成器的修为 你也可以轻易地让我陨落 在说话之时 魔女已经自展了一部分神魂出来 飘飘荡荡地向着宁晨而来 看见这送上门的属下 宁晨还争起了一丝 收纳奴仆的心思 这可是大成器的修士 而且还是天魔族的圣女 要是将其擒助收为属下 那今后可以帮她做很多事情 你既然愿意弃恶向善 我也不是不能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 宁晨说完这话 当即将她神魂掌握了下来 不过碍于对方的修为 还有一身古魔的传承 宁晨现在的十台佛陀虚影 已经耗尽了威能 她还是有些不太放心 当即开口出声 只有一部分神魂还不够 你再立下大道誓言 今后若有反叛之意 便让天火焚心 截雷轰顶 说完 这魔女也是当即表了忠心 许下了大道誓言 随后宁晨一把扶起了魔女 然后施展顿术 朝着人族的地界飞驰而去 她现在已经没有了 对付天魔族的手段了 必须开溜 不过这一趟 她获得了六位大城七修士 还有不少合体七魔族的储物剑 她是时候返回传阳城 好好地消化一下这批资源了